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证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证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证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还未等钉前张口 乌云忽然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大声对杜志勋说 你们终于来了,太好了 金沙大哥,快救救我 这个人要杀了我 他生情并茂,语调中带着惊慌 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了一惊 连丁前都万万没想到 郭荣荣紧随杜志勋身后意气干来 看看丁前,又看看吴云 惊讶得闭不拢嘴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丁医生不是帮忙破案的吗 怎么变成绑架犯了 钟开心和年小光也战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刘飞站在远处瞅着丁前一言不发 杜志勋问丁前 你要是我,你现在怎么办呢 丁前不是杜志勋 不知道这个不阴不阳的家伙 到底打什么算本 既然你猜不出来 那我就来说 杜志勋一指吴云 我现在要以涉嫌谋杀的罪名 逮捕你 什么,我 吴云以为自己听错了 赖赖巴巴的丑脸 做出诧异的表情 看着特别古怪 不用说原因了吧 杜志勋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撕碎之后 又重新用透明胶带粘合好的漫画书 吴云眼镜一下就瞪大了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是在你病房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找到的 应该是你的没错吧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从厕所不彻底 真不是个好习惯呢 这是从厕所便池里掏出来的书啊 郭荣荣捂着鼻子躲出巴掌缘 组长 你太了不起了 杜志勋说 是我发现的 年小光眼圈就红了 是我掏出来的 中开心垂泪 是我 一点点沾好的 这个突变实在是太意外了 不仅冲空无云 丁浅也没有想到 他问杜志勋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接受盘问的时候 我来到医院 让医生把盐果带走 仔仔细细的 把二楼三病房搜查了一遍 在卫生间的便池里 发现没有完全冲干净的碎纸片 这次轮到丁钱不淡定了 原来你那么早就怀疑他 怎么不早说啊 还煞有其事地派人审我 我当时谁都怀疑 但我有一个优点 就是不固执 任何人的意见我都能听 既然你那么怀疑这个女人 我就干脆调查调查他 就发现了这个重要的线索 毕竟那一大套 直上谈兵的理论 这才是专业的行政技巧 杜志勋得意洋洋的 拿着从厕所掏出的书 书页还有些发潮 在丁钱面前炫耀地摇晃着 丁钱无语 杜志勋的目光 落在乌云的脸上 这本书虽然遗失了一部分 但也足够证明你的身份 吴云 你当初的确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蔡凤琴和你的同学们 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你却选择了自杀 这种消极的反抗方式 你自己也要承担责任 不能完全归咎于其他人 你一不错不不错 心中只剩下仇恨 你所做的已经触犯了法律 必须受到惩处 吴云冷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 我不接受任何审判 法律对我来说 也没有意义 他慢慢后退 踏上楼顶边缘的墙舵 在风中摇摇欲坠 其实 我早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了 我瘫痪在床那么多年 早就该死了 我能站起来 唯一的目的 就是拖着我残破的躯壳 向我的仇人们讨还血债 如果这次我漏网了 我也不会停手 可能下一步 会扩大我报复的人群 我还没来得及想好 你以为这样 就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既然你连死都不怕 难道还怕审问吗 杜志勋一边说着 一边分散乌云注意力 暗自向前靠近 想找到一个金毁 送上去把他拉下来 一只手拉住了杜志勋 杜志勋豁然转头 怒视丁前 低声喝道 你想干什么 随他一般 你 谢谢你丁医生 谢谢你的好意 吴云朝丁前露出微笑 我不是不想活 但我要有尊严地活着 生如狗 雾宁死 我想我爸这一次 也不会怪我 他张开双臂 自由自在地 滑进夜空中 警员们跑到楼边 往下望去 一个个唏嘘不已 百感交集 没想到 这起连环杀人案 以这样的方式结局了 杜志勋掏出一根烟雕上 点燃 吞土 蓝色的烟雾 在眼前弥漫着 他对丁前说 虽然一番死了 这次案子还算圆满结束 有你一份功劳 我打报告的时候 会跟上面提的 不必了 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些建议 真正的犯罪线索 还是你找到的 没关系 我还会向上面申请 把你留在特案组 丁前很意外 自从宋玉林把自己推荐给特案组 这个杜志勋就一直想把自己排挤出去 现在是怎么了 杜志勋看出了丁前的疑惑 也有你心里一声看不懂的吗 他靠近丁前 牟子里忽然放射出 冰人的光来 我让你来特案组 其实不是因为我欣赏你 是我要好好了解你这个人 为什么 两年前轰动一时的冰雕碎事案 你还记得清楚吧 最后一个被害人叫温馨 听说你们还是情侣关系 没错吧 丁前瞬间紧绷 脸色大变 听说那个案子到现在还没破 我很好奇 打听了当年办案的警官 他们说 发现温馨尸体的经过很离奇 竟然是在你的心理箱里找到的 你还为此受到了调查 后来因为证据不足 还有宋玉林极力保你 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你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弄到特案组了吧 丁前 我很期待 未来跟你一起共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黎明时分 她似水飞水 感觉自己已经睁开了眼睛 呆呆地望着空荡的房间 自从女友死后 她就把房间的家具统统搬走了 她并不是想抹去对她的记忆 她只是害怕夜晚熄灯之后 那些隐藏在黑暗里的阴影 那种恐惧无孔不入 让人窒息 她还养成了 睡觉必须开着卧室门的习惯 只要关上门 她就感觉被封闭在骨灰盒里 永生永世都逃不出去 血从电话板掉下 砸在她额头 一滴连着一滴 流淌过她的脸颊 她厌恶地把脸上的鞋给擦掉 从床上坐起 突然看见一只女人的断脚 就放在自己腿上 那只脚冷冰冰的 伤口处能看见 切得整整机器的公管 和皮肉的纹理 脚掌小巧 足功优美 五指并拢 指甲上涂着鲜红的扣单 她一阵恐惧 赶紧把断脚推到床下 直到这时 才惊骇地发现 满地都是七零八路的残枝断壁 还有一具失去四肢的躯底 一颗长发的人头 孤零零地摆放在碎尸之间 那颗人头忽然动了 似乎有无形的力量推动她 把她翻转了一个个儿 她真真切切地看见 死者的长相 一张眉睛目秀的脸庞 仿佛死亡没有给她的美貌 带来丝毫的影响 她脸目长眠 似乎没有痛苦 她呆坐在床上 傻乎乎看着 胸口起伏 冷汗淋漓 她看见卧室门开着 她想逃 逃得越远越好 美人头的双目 豁然睁开 盯着她 两行血泪 从眼窝流出 她惊叫一声 从床上滚落到地上 掉在那些尸块中间 发现自己的脸 落在一只冰冷僵硬的手掌上 尖尖的指甲 刺进她的脸 她疼得拽掉那只手 爬起来就往门口冲 没成想 门外居然站着人 神穿警服的杜志勋 一脸的阴沉 举枪指着她大声警告 已经无路可逃了 她不甘心就这样被抓 慢慢后退 可是一想到屋子里 一地碎尸 太犹豫了 这时 杜志勋抠动扳机 子弹呼啸着贯穿头颅 从眉心射近 把后脑掀开 脑浆飞溅 她就这样瞪大眼睛 死不瞑目地 栽倒栽地 丁剑猛然睁开双眼 喘着粗气 身上都被冷汗浸透了 她还躺在床上 没有被抱头 房间没有碎尸 厚厚的窗帘缝隙 透过黎明的微光 她吃力地从床上起身下地 拉开落地窗帘 十五层的高楼 能看见远远的街道 笼罩在晨曦的灰雾中 她打开窗 让清冷的空气流进房中 清醒一下头脑 梦中那些恐怖而逼真的景象 渐渐淡化 如果她那些学生和病人知道 连心理医生也会被噩梦吓醒 不知该做何感想 而且这样的梦 她几乎天天都会做 水衣被汗粘在背上 特别恶心 她里里外外脱光 走进卫生间 打开淋浴头 用冷水最大水量冲刷身体 冰冷的水珠 击打在皮肤的瞬间 皮肤本能收缩 那种刺激可以提振她的情绪 提升神经的兴奋度 她绝不能让外人看到 她如此胆怯的一面 她必须一如既往的生活 就像女友没出事之前那样 一旦让人察觉出她不正常 她就麻烦了 现在又多出来杜志勋 这个难缠的家伙 她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她肯定会想方设法案中调查 并且不知道她现在已经对自己了解多少 对当年那个案子了解多少 杜志勋要把她引荐到特案一组 做兼职心理顾问 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丁钱当然不能答应 已经拒绝了好几次 这一次听说杜志勋又到平江市来办案 郭荣荣给她打了几个电话 她都没接 她一直躲着 估计杜志勋不会善罢甘休 不知道她下一步会是什么手段 就在丁钱被噩梦惊醒的时候 距离她几公里外的一个普通居民区的普通住户家里 一个男人打着喝起 翻了一个身醒来 隔壁传来儿子弹钢琴的声音 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 儿子一大早就爬起来练琴 老实说他弹得真不怎么样 都赶不上楼下路过瘦破烂的老头 手里敲的破铁片子中听 没办法 孩子想当音乐家 当父母的就只能支持 免得将来老埋怨 他让钢琴吵得实在睡不着 手神进裤衩里挠痒痒 挠着挠着挠硬了 扭头一瞅老婆还在呼呼大睡 不时发出磨牙的声音 眼角的黑屋子跟着一动一动的 看着有点反胃 长得实在和某冰冰差太多了 同样都是女人 一个让人想如飞飞 一个让人想都不敢想 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原水解不了尽壳 也只能将就了 他把手放在老婆早已粗得 跟水桶一样的肚皮上 见他没什么反应 手按在他的胸上 揉着早就干瘪的入房 老婆惊醒 扑愣一下从床上坐起 恼羞成怒地瞪着他 你干什么呢 我 你有病啊 这么大岁数了还耍流氓 我 我只是 他战红了脸 看见老婆母老虎一样 就不尽气馁 你什么呀你是 老婆一翻白眼 指着鼻子就开骂了 你说说你 整天游手好闲 不干一点正经事 上一天班能歇两天 不想想怎么挣钱 竟想些乌七八糟的 老婆 你别这样 咱们都多长时间没有那个了 偶尔一次也没啥吧 随便去 你知不知道 咱们家还剩多少钱了 还有心思想这个 咱儿子都上几年级了 连补课带学勤 一个月得花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啊 你说我怎么嫁给你 这个无能的废东西呢 你但凡能多赚点 我至于去给人低声下气 当保姆吗 你就混吧 一天天的 今天屁股疼 明天脑袋疼的 你就混吧 你真不如去死了 我一个人带孩子 还少挨累 他被疏弱得体无完肤 气得从床上爬起来 瞅着那张肥胖幼黑的脸 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真想抽他几个嘴巴解解气 但也只是想想他不敢 但老婆可是出了名的婆妇 发起飙来 连自己老爹都敢骂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他气呼呼地从床上下地 披上衣服往外走 老婆还在喋喋不休骂着 忽然眼一瞪 你干什么你 说你两句还跟我耍脾气啊 狗屁不是 脾气不小 给我站住 我还没说完呢 他站下 强压火气 说 我要去上班 这总行了吧 他撒了篝火 这才抽身离开房间 让自己清静一会儿 经过儿子的房间 钢琴声在磕磕绊绊地响着 他推开门 看见自己上初中的儿子 正在全神贯注地弹琴 他走到儿子身边 端下了一会儿 用讨好的声音问他 王儿你可不可呀 把下楼给你买瓶饮料 你想喝什么 儿子眼睛死死盯着无限谱 生怕弹错一个箭子 根本无暇理睬的 他喊到第三遍 儿子才厌烦地说 我不要 你赶紧走吧 别打搅我练琴 他碰了一鼻子灰 善善走出房间 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条 寄人篱下的狗 在单位没人待见 在家里也待不下去 他郁闷地下了楼 看到自己停在门口的那辆 银灰色的夏立轿车 心情才好了一些 这辆08年的二手夏立 再花了八千块钱 就是旧了点 配置也低得不能再低 但是在他眼里就是宝贝 他每天都里里外外 仔仔细细擦一遍 弄得跟新车一样 这可是他皆一缩时 东拼西凑 攒了好几年 还借了不少钱买的 为这跟他老婆大吵了一架 快把房顶都掀了 只是他的鼻子 从头损到脚 骂他祖宗十八代 这是他唯一一次 先斩后奏 没听老婆的 女人不懂男人 对车有多爱 车就是男人的情人 男人的宠物 有钱的人开跑车 没钱的人开破车 至少得有车 他上了车 插进钥匙打着火 听到发动机 阵阵轰鸣 全身血液 都跟着沸腾 哦 对 就是这样 就要这样 嗨 他开车离开小区 开上马路 飞着起来 总感觉浑身上下 男性的细胞都复活了 他当然没去单位 在大街上闲逛 猫在车里 看外面的街景 嚼嚼别人 在街头打架 短裙女人的大长腿 一两起交通事故 躲在车里看 特别有安全感 买了一份街边的 司机快餐 放到车里 一直消磨到天快黑了 他一天没吃东西 饿得鸡肠碌碌 这时候 吃起饭来格外的香 他听着收音机里 紫禁演播的盗墓小说 鬼气森森 一惊一乍的 津津有味地 把饭菜吃得精光 然后顺着窗户 把泡沫饭盒扔出去 抹一把嘴 开车远去了 他没有回家 真正属于他的夜晚 才刚开始 他直接把车 开到一个 新小区的大门外 这片小区 入住率不高 小区左侧 有两栋回前楼 入住得比较早 有不少住户 是租房的 他最近一周里 没事走往这来 他把车 停在回前楼附近 那里栅栏 不知被谁弄掉两片 也没人休 楼里居民图省事 就是从那边进出 他把车停在街边 从那个栅栏的缺口 进入小区 在小区里 漫无边际的闲逛 谁也不会注意到 这么一个 毫不亲眼的人 他走着走着 站住了 侧耳倾听两个女人 在小区健身器材那聊天 其中一个二十多岁 不到三十岁的女人 嗓子比较尖 语速奇快 大声豪气 聊得很嗨 他装作路过 用眼角扫了那两个女人 尤其是那个聊得很嗨的 神情变得有些古怪 他绕了一个圈 转到两个女人身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 站住了 找了两块砖头 雷起来坐下 一声不响地 听两个女人聊天 其实聊的是什么 他听不清楚 也不感兴趣 但是他很有耐心地坐在那里 低头瞅着脚尖 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另外一个女人接了一个电话 可能是有事 提早离开了 只剩下那个嗓门高的 还有点意犹未尽 他转身想回家 朝他坐了地方走过来 看见有个男的 勾楼的身子坐在砖头上 脸都快扎进裤裆里了 也不知道是喝醉还是生病了 女人好奇地打量他几眼 没问什么 从他身边经过 刚走出没几步 身后传出一阵痛苦的声音 他捂着头 跌跌绊地碾上女人 妹子 我刚才被人抢劫了 还用榔头给了我一下 你能不能 能不能帮我叫辆出租车 把我送医院呢 这附近有抢劫的 女人将信将疑 警惕地看了他一眼 见他捂着脑袋 鲜血从头上往外冒 脸和衣服上蹭的都是血 女人这才相信了 急忙问道 打你那个人去哪了呀 不知道 他打完我 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妹子 能不能帮我叫辆出租车呀 我现在眼前一阵阵发黑 我怕我撑不住了 求你帮帮我 女人看他样子 也有点于心不忍 把他扶起来 那你跟我走吧 我把你送到医院 真是太谢谢了 妹子 你救了我的命 我 我忘不了你 女人搀扶着他往外面走 途径一栋楼房的山墙 那个地方比较背景 他双腿一软 一下子瘫坐到地上 女人急忙问道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不知道 我现在喘不上气 脑袋 脑袋嗡嗡的 我血流太多了 我看得帮你 先止一下血了 女人伸出手 把脖子上的纱巾 给摘了下来 攒成团 来 用我这个 把伤口按住 让能减少一点出血 你能挨到医院 就好了 他说着 把五头的手给拿开了 拿好拿好 姑娘 你心真好 在他头上 居然顶着一个牛奶袋 女人一时没看明白 问道 你伤口在哪儿啊 他呲牙一勒 用手一捏袋子 喷出了黏乎乎的 红色液体 你 你 女人脸色苍白 刚刚意识到了危险 他丢了奶袋 一把抢过女人手里 纱巾 再进她的嘴里 用力抓住她 把她拖进阴暗处 他早就在那儿 放了一个 大拉杆香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此经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 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他从裤袋里 扯出两根电线 很麻利地 把女人手脚缠上 把她全去身体 在地拉杆香 女人呜呜哀叫 绝望地挣扎 他冷笑着 拉上拉锁 拽出拉杆 拖着行李箱 若无其事地 走在小区里 半路上遇见过两个人 他们连丑都没丑他一眼 丝毫没有察觉到 任何异样 他从栅栏的缺口 出了小区 来到自己停车的地方 费力地把拉杆香 抱起来 放进后备箱里 还挺他妈沉的 左右看看 无人注意 暗自窃喜 今天很顺利呀 他赶紧钻进驾驶室 发动车子 快速驶离了小区 半小时后 关着灯的房间里 他把浑身 弹软的女人 从拉杆香里拖出来 让他跪在自己面前 女人吓得瑟瑟发抖 不住地向他求饶 求他别杀自己 他阴冷地瞅着她 拉开裤子拉裂 女人露出厌恶的表情 可是手脚被捆着 根本没有逃脱的希望 为了活命 只好逆来顺受 他看着女人 跪在自己面前 满脸卖力的表情 他充满了征服的快感 得意洋洋 你这样的贱货 就得用这样的方法收拾你 女人累得气喘吁吁 不住地哀求 你要干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不会报警的 你放了我吧 求你放了我吧 他抓住女人头发 强迫他扬起脸 他露出诡异的表情 我要干什么 你都答应吗 你真的知道 我要干什么 你们这帮蠢女人 就喜欢自以为是 于是你根本一点都不懂 我们男人 你猜猜看 我要干什么 女人看见他从兜里 又掏出一件东西 表情先是困惑 但马上就变成了惊恐 你 你要干什么 不 不要 下班了 雨昕 远远看见上晚班的小月 走进肯德基餐厅 大佬远朝自己招手 站在收音台后面的 蒋雨昕松了口气 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这丫头今天又迟到了半个小时 她回到员工休息室 换下湛蓝色的工作服 穿上平时的衣服 小月溜达进来 一脸笑嘻嘻的 没心没肺的样子 蒋雨昕跟着小姑娘是交替般 她不来 蒋雨昕就一直等着 蒋雨昕晚上还有一份工作 经常都等得火惊火燎的 不好意思啊 雨昕 我新认识的男朋友 中午找我去了 就是上次你看见那个 来咱们店吃饭的 那个高冷的帅哥 他现在可怜人了 一到我家 就捏捏歪歪不肯走 你说烦不烦人啊 小月得意洋洋 见蒋雨昕一脸不高兴 竖起三根枝头 对天保证 下次 下次我保证不知道了 这种保证 蒋雨昕听的耳朵都长出茧子了 只能无可奈何地笑笑 她匆匆忙忙赶回家 拿她的小提琴 晚上她还要到南湖那边的酒吧 赶场演唱 白天她在肯德基店打工 晚上去酒吧当歌手 从她音乐学院毕业之后 就一直维持这样的生活 餐厅服务员是她的生活保障 酒吧唱歌是她的梦想 她期待未来有那么一天 她也能举办自己的演唱会 让数万人为她疯狂 为她喝彩 现在就是她为自己梦想支简的时候 回到家已经是傍晚六点半了 还有半个小时时间 必须抓紧 她进屋跟父母打了一声招呼 爸妈我回来了 她看见母亲靠在床上坐着 一张苍白瘦削的脸 阴沉沉的 不知道又因为什么惹她生气了 她肝和肾都有病 整天都病歪歪的 瞅什么都不顺眼 动不动就发无名火 久而久之 蒋雨昕跟母亲的关系比较疏远 在一起也没什么话说 父亲在厨房里做晚饭 探出头温和地说道 回来了 回来了 江雨昕手罩着嘴 小声问道 妈这又是怎么了 父亲叹口气说 哎呀 还不是因为你妹妹 早就放学了 到现在还没见个人影 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 听大哥孩子了 竟让人操心 没事 她也不是小孩子了 知道分寸 江雨昕安慰父亲两句 回到自己和妹妹同住的房间 拎起亲和就往外走 就听母亲高兰抱怨的声音 从房间里传了出来 一天天的不找个正经工作 竟给人家卖唱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我怎么生出这么两个 每一个让我省心的 江雨昕脚步顿了顿 全当没有听见 离开了家 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郁闷 却无处倾诉 下楼出了楼洞 走到小区门口 她站住了 目光不由自主地 往花坛那边张望 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正蹲在地上 都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玩 少女竖起一根十指 这是几 小男孩很肯定地说 一 少女又竖起中指 这个呢 小男孩用肉滚子一样的小胳膊 挠挠大脑壳 二 那么这是几呢 少女竖起右手一根十指 又竖起左手一根十指 小男孩有些发懵了 挠着脑袋想了半天 十 好好想想 少女揉着她肉嘟嘟地塞帮子 笑嘻嘻地说 答对了 有奖励啊 说着 从身后背包里 掏出一块巧克力来 三 小男孩 小男孩盯着巧克力 斟酌了好半天 得出这一个匪夷所思的答案 再想想 蒋宇欣招呼了一声 哎 余涵 少女听到了 装作没听见 继续跟小男孩玩 蒋宇欣无奈地走到她身边 把她手里巧克力抢了过来 塞到小男孩的手里 喂 你干什么呀 我还没玩完呢 玩玩玩就知道玩 放学也不回家 妈都发火了你不知道 哎呀 我知道 就是知道 我才不愿意回去呢 蒋宇欣撇撇嘴 整天就听她在那儿 唉声叹气的 不是骂别人 就是自己要死 谁愿意在家里 听她唠叨呀 妈那是身体不好 你就体谅体谅他们 身体不好 且 活怎么没看出来啊 身体不好 还有精神头骂人呢 早在十年前 就说要死了 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我看她什么病都没有 她就是更年期 没事找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此经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别这么说她 她毕竟是咱妈 别因为我不知道姐 你不也是讨厌咱妈妈 天天晚上去酒吧上班 不也是为了躲着她们 算了 我跟你讲不清楚 我快迟到了 蒋雨昕想看看手机时间 发现手机不见了 意想肯定是刚才下班走了匆忙 无意中把手机落在肯德基店了 手机不贵也一千多块 挺让人心烦的 她叮嘱妹妹 赶紧回家吧 最近总出事 你不知道吗 听说有好几个女的 莫名其妙的 就神秘失踪了 现在天一黑 你就回家 别总到处乱跑 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 别总让人操心 哎呀我知道了姐 天天一回家 就那两个老姑板子 唠唠叨叨的 把我耳根子都磨薄了 你晚上还唱歌 就省着点唾沫吧 姜雨昂蛮不在乎的 跟姐姐这儿贫嘴 动得姜雨昕 也是无可奈何 反正你多加小心 哎姐你等一下 我也听说 最近有女人失踪的事了 咱们附近 就有一个女的失踪了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 姜雨昂忽然变得神神秘秘 欲言又止 做足了铺垫 姜雨昕实在不耐烦了 说 有什么事快说 我还要上班呢 姜雨昂凑到她的耳边 小声说道 我在我们小区里 发现了一个怪人 鬼鬼祟祟的 就在我们小区里转悠 丑人的眼神特别不正常 一发现有人注意到她 她就急忙低头离开 就好像生怕你发现 她有什么秘密似的 那样子就跟电视里的 杀人变态一模一样 你说她会不会就是那个 让女人失踪的罪犯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 哎呀 行了 我没功夫听你胡扯啊 我上班都迟到了 赶紧回家 都高中了 也不知道抓点紧 姜雨昕哪有功夫 跟她浪费时间呢 说了她两句 就匆忙走了 姜雨昂瞅着她的背影 气得跺脚 什么嘛 都不相信我 说的可是真的 哼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相信我了 平江市人民医院 心理咨询课 丁浅今天接待了 一位年轻女患者 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已经影响到了 日常生活的地步 本来她今天不想接诊 让其他心理医生 来看看她 顺便开点药就行 抑郁症这种病 在生存压力 越来越大的当今社会 已经是很普遍了 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病 严重的可能导致 自杀或者生活不能自理 一般情况下 患者自己就能康复 不过 今天早上 郭荣荣给她打了个电话 说手头的案子 碰到一些问题 想跟她咨询一下 她马上推托 今天没空 于是赶到医院来 她现在尽量避免 一切跟特案组的联系 看到患者 让她有点吃惊 一个二十二三岁的 年轻女孩 五官精致 目光灵动 给人一种惊艳之美 乍一看 黄色哪个明星 只是此刻 她脸色苍白 呆滞的眼神中 纠结着 让人难以揣摩的情绪 她是家人送来看病的 她的父亲说 她这种症状 是最近才刚出现的 之前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症状 丁前用手电照了照女孩的眼睛 进行了角膜反射检查 确定她不是因为脑部病变引发的症状 然后又问了她几个简单的问题 她单独把女孩的父亲叫到隔壁房间 就说 初步断定 你女儿是反应性抑郁症 女孩父亲十分焦急 这是什么病啊 严重吗 这种抑郁症 是由于精神刺激 或者挫折打击所导致的 基本上都属于短期急性发作 比起慢性抑郁症来说 发病比较突然 可能会出现一些激烈的举动 不过 因为发作时间短 一般患上这种病的病人 即使不看医生 也能自信好转 你是说 我女儿不用治吗 我是说 一般情况下 只需要安静调养一段时间就够了 但也有例外 甚至有患者采取极端的自杀行为 这要取决于患者的所承受的打击 和他本人的承受能力 如果他经历过什么事情 我希望你不要隐瞒 如实地告诉我 这样我也好根据实际情况 对症下药 女孩的父亲听明白了 叹了口气就说 您说的对 我女儿之前 确实遇到了一件揪心事 也不止她 我们一家都不得安宁 我有两个女儿 这个是大女儿 已经工作了 还有一个小女儿 现在念高中 我小女儿失踪了 失踪 这让丁钱暗暗吃惊 他原先猜测 无外乎情感受挫 或者亲人去世 没猜到是这种情况 失踪多久了 一个星期 你们报案了吗 还没有 我那个小女儿 平时就有些野 现在青春期也不听话了 没事就往外跑 事前也动不动就失踪几天 我和他妈都快放弃了 唉 管不了了 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丁钱回到问诊室 女孩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 似乎他离开这段时间 他连动都没动一下 他消瘦的背影 看着很憔悴 丁钱坐到自己椅子上 望着微微低着头的女孩 就说 你叫蒋雨昕对吧 跟我说说你妹妹吧 蒋雨昕 原本僵固的身子微微一颤 垂到脸前面的长发 跟着速速发抖 露出苍白的一条脸 看着有点诡异 你妹妹的事我听说了 对她的性格也略知一二 听说她之前 也经常离家出走是吗 为什么这一次你这么担心 是不是你太多虑了 蒋雨昕缓缓抬起头 露出完整的瓜子脸 看着比刚才舒服多了 她睁着玉石般的黑眼睛 端向着丁钱 你是听我爸讲的吧 是 丁钱不否认 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 她以为我妹妹 只像往常一样出去撒野两天 但这次不一样 我担心 我妹妹出事了 我不敢告诉爸妈 怕她们承受不住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你凭什么确信她出事了 你知不知道 最近几个月 经常有女人 很神秘的就消失了 我到时听人说过 报纸上没有报过 也可能是传言 不是传言 我们小区附近 就有个女人失踪了 到现在人还没找到 这是真事 好吧 那也不代表你妹妹 也像这些女人一样啊 其实 就在她失踪那一天 还发生了一件事 我晚上要去酒吧上班 临走之前在楼下见过她 我就把有人 失踪的事情告诉了她 我提醒她小心一点 放学就回家 别到处乱跑 她就跟我说了一句 有点吓人的话 她说什么 她说 她见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就在我们小区里 她怀疑那个人 跟那些女人失踪有关 可是我当时根本就没相信 为了赶工作 就把她扔在那儿 我自己走了 我现在真的后悔 要是我当时多问问她 多关心她 她就不会被人抓走了 蒋雨昕说着说着 就哭了起来 梨花带雨的 十分伤心 并且不动声色地看着她哭 没有一点怜香心欲的样子 抑郁症 就是因为情绪 金鱼不得释放 只要能把情绪 发泄出来就好 等女孩哭累了 发泄得差不多了 她从桌子上的纸巾盒里 抽出几张 递给她擦眼泪 看女孩情绪已经平静下来 丁前才开口问她 你妹妹说的那个男的 你见过吗 蒋雨昕摇了摇头 那你发现在你家附近 有什么人可疑吗 蒋雨昕再次摇头 那我说说我的个人看法 在这件事情上 你事实上连一点证据都没有 你认为你妹妹失踪 是被一个神秘人绑架了 这完全是你的猜测呀 可是 可是你妹妹失踪那天 说得很吓人 你就不由自主地 把这两件 其实不相干的事情 联系在一起 这是典型的疑神疑鬼 在心理学里 叫做负面心理暗示 像神秘杀人犯 老房子闹鬼这样的事情 在城市里并不显见 一个人说 两个人说 传多了 也就变得煞有其事了 事实上 大家什么都没有看到 所谓的根据 都是口口相传的 还有 蒋雨昕小姐 你想想 你那天到底 跟你妹妹说过几句话 她跟你提到 那个神秘人的时候 是什么表情 很紧张的吗 还是像往常一样 你确信 她没跟你开玩笑吗 蒋雨昕陷入了沉思 丁简的话 切种关键 把她说动心了 她死组了半天 还是有些迟疑不定 丁医生 你是说 我妹妹跟我说那些话 只是在跟我开玩笑 你妹妹的性格 你最了解 她是不是经常跟你 恶作剧什么的 蒋雨昕叹口气 不吱声了 女孩的情绪 还是很消沉 但状态 已经明显 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丁简替她开了一张单子 让她去药房 拿一些镇定情绪的药 嘱咐她按时吃 两天后再来复诊 趁女孩去取药的功夫 丁简跟她父亲 又聊了两句 蒋雨昕的父亲 叫做石友斌 石后吧 五十来岁 长得很精神 跟蒋雨昕的美貌 倒是很相衬 她头发灰白 看着也是一个操劳的名 石友斌很担心女儿 听丁简说 蒋雨昕没什么大碍 很快就能康复 她这才放下心来 我觉得你更应该关注一下你的小女儿 丁简表情严肃 说出了心里话 我对蒋雨昕的解释 只是为了开导她 我心里其实也是有点担心的 你小女儿已经失踪一个星期了 为了防止万一 我建议你最好还是报警 没想到 石友斌听了丁简的建议 露出一丝苦笑 虽有难言之意 丁医生啊 我和他妈不报警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蒋雨昕不知道吗 这么丢脸的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吧 我和他妈都没脸往外说 我小女儿她其实根本没有失踪 她是跟别人跑了 就是我大女儿说她失踪那天 她晚上回家 跟他妈大吵了一架 然后就跑了 我老伴身体不好 我得安抚她 就没顾得上蓝她 这丫头跑了几个小时 天都黑了 我当时有点担心 她妈的手机里收到 她发的一条短信 说她受够了 再不要回这个家了 还说 要跟自己喜欢的人住在一起 真是太气人了 她处对象了 这个人你认识吗 我知道 是一个大三男生 我不想说 不怕你笑话 她之前就离家出走过 就是跟那个男生在一起 还到外面一起租了房子 后来这件事情被我们知道了 找到了他们 应是把她拽回家了 她妈还把她打了一顿 好打了一顿 你说她才多大 一个姑娘家家的 传出去还有脸吗 这丫头死心不改 这在消停了没几天 现在又来这一手 真是活活气死人呢 不瞒你说 丁医生 这两个孩子的亲爸 去世得早 我跟高兰结婚的时候 他们都还是小孩子 我生不了孩子 那他们当亲闺女 大女儿还好说 这个小女儿 实在是太操心了 现在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我跟她妈 真的是彻底失望了 不想管她了 但也没把这件事情 告诉任何人 实在是觉得丢脸 我这大丫头 不知道事情 还以为她妹妹出事了 我们也没想到 她会得上抑郁症 早知道是这样 我早就应该告诉她 因为一些矛盾和误会 闹出这么大麻烦 也难说这件事情 到底该怪谁 丁钱庆幸自己 还没有成家 要是给她一个 江雨晗这样的女儿 她也得抓狂 隔了两天 江雨晴来医院复诊 丁钱又给她开了两副药 再进行了一些心理辅导 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 江雨晴就差不多 完全康复了 似乎江雨晗 还是没有回家 丁钱也没特意问江雨晴 她也尽量不提这么敏感的话题 好吧 按照说明把这些药吃了 那就没事了 记住 不要过量 丁钱开完药 不忘了叮嘱一下 江雨晴 玩耳一笑 媚态横生 看那丁钱 都是微微一争 有些女人 天生有种 妩媚动人的风情 这与风流是两码事 她并非有意讨好谁 只是性情中流露着 能让人沉迷的芬芳 丁钱心想 祸国殃民 就是指这种女人吧 阿己 未必就是一个坏女人 昼王不一定 不是好男人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蒋雨昕走出医院 心情觉得好多了 不知为什么 她还有点留恋 暗暗希望 自己能病得久一点 她现在又开始上班了 肯德基店的工作可以歇歇 酒吧的工作不能耽搁 她因为抑郁症 已经休息了一周 若非她能给老板 招来很多客人 早就被开了 其实是这样 老板也发出了最后通点 问她还能不能来上班 不来就换人 南湖是平江市 最著名的休闲娱乐集中地 在湖岸中围 有很多风格各异的 酒吧和音乐茶座 每一到夜晚 许多当地专业歌手 和乐队来这里献唱 有些人与酒吧签约 纯粹靠这一行吃饭 还有一些 像江雨昕这样的年轻艺人 来这里不是为了赚钱 主要是为了磨练自己 江雨昕的小提琴 竟已如火纯青 有些擅长即兴演奏 歌唱得也好 长相也出众 所以很受欢迎 傍晚时分来到酒吧 她调整了一下心情 出场拉了两首曲子 唱了一首节奏欢快的歌 然后回到后台歇息 她现在刚刚恢复 状态还没有调整到最好 经理也没有强求 还特意过来表示一下关心 啊对了 经理一拍脑门说 瞧我这记性 你上次病修之前 把手机拉在休息室了 别人捡到就交给我了 一直没有拉得及给你啊 说着从兜里掏出手机 递给江雨昕 手机还是江雨昕生病之前丢的 她都没想到还能找到 自然很高兴 打开手机 看到收了好几条短信 大都是垃圾短信 只有一条短信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 她点开短信 短短四个字 姐姐救我 江雨昕脑子嗡的一下 瞬间什么也听不见了 丁浅一直在医院里磨蹭到快八点 才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她也没什么工作 就是为了躲杜志勋那帮人 她尽量避免跟杜志勋有任何接触 不想给这个人任何接近自己的机会 砰的一声 办公室门被人从外面撞开 丁浅诧异地抬头看的功夫 来人已经气喘吁吁地 跑到自己桌前 丁 丁医生 不 不好了 江雨昕苍白的脸色 没有一丁点血色 原本很漂亮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看着特别吓人 丁浅说 别着急 出什么事了 慢慢说 我妹妹出事了 你说什么 当丁浅听蒋雨昕把事情经过讲清楚 脸色冰冷 不知可否 丁医生 你说我妹妹是不是真的遇到危险了 我该怎么办呢 蒋雨昕现在已经乱了方寸 不知为什么 她第一个想到告诉的人不是父母 而是一个只给自己开过两回药的心理医生 她眼泪汪汪地瞅着丁浅迫切地等待她回答 丁浅双笔习惯地支撑桌面 手指较查 想了一会儿说 这条短信是在你妹妹失踪那天发给你的 时间比她发给父母的短信时间晚 因为你当时手机丢了 所以你没看到短信 那么之后 你和你的父母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求求短信 没有 只有我收到了这条短信 你有没有往回拨打这个号码 试试看能不能接通 我试过 信号特别不好 而且对方一直都在关机 丁医生 你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妹妹遇到什么危险了 我倒不这样看 你换个角度想想 也许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如果你妹妹真的遇到危险了 她至少应该用自己的手机通知你吧 而且打电话绝对比发短信更方便吧 她都没有这么做 你就不觉得反常吗 那该怎么解释啊 不排除她故意吓唬你 或者说是吓唬你们全家 这 这不可能 江雨昕犹豫了一下 很肯定地说 我妹她有的时候是有点任性胡闹 但还是有分寸的 不会做这种无聊的恶作剧啊 话不能说这么满 你虽然是她姐姐 但你也未必就完全了解她 她现在正处在青春期的叛逆时期 这个时候的孩子 经常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 当然 如果你不放心 想要报警的话 我也不反对 但你仅仅凭着一条来历不明的短信 就很难立案的 所以我劝你最好还是从长记忆 回家冷静下来好好想想 说不定再过一两天 情况就会有转机呢 可是 万一不是这样呢 凡事都要往好处想 人往往就是被自己吓死的 江雨昕望着钉钱 充满期待的眼神 渐渐暗淡 她并不傻 听得出 丁钱只是在冠冕堂皇的安慰的 也难怪 人家是心理医生 只负责看病 这种事 她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江雨昕很识趣 起身告辞 好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丁医生 看着女孩 落寞离去的背影 丁钱一言不发 她很清楚 江雨昕担心什么 她能想到的 她都想到了 她甚至怀疑 她失踪七天的妹妹 已经遇害了 但她只能安慰她 她只想做心理医生 该做的事情 每个人都应该按照 既定的轨迹做事 不要触碰 超出自己轨迹之外的事情 否则 你就得面对 意想不到的麻烦 遭受过那样 恐怖惨痛的经历 她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 她早就已经不是 当初那个意气风发 是才放旷的 华夏第一催眠师 妥协的人生 才是安全的人生 她的人生 已经不需要太多刺激了 假如她出手帮江雨昕 搞不好就会惊动警方 杜志勋 那个嗅觉灵敏的家伙 在全省警界 都是手眼通天 一旦让她发现 必然给自己带来麻烦 她躲还躲不及 怎么会自找麻烦 江雨昕离开医院 心里有些失望 但并没有彻底无助 刚经历了一段 抑郁期恢复过来 她现在比过去 坚强许多了 冷静下来想想 妹妹这件事情 还得靠自己解决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此经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此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盼拿定主意 先自己调查一番 如果能发现 妹妹所说的那个神秘人 她就争取找到一些证据 然后报警 她回了一趟家 放下情和 换了一套不太亲眼的衣服 悄悄出门 父亲石友斌 看女儿行色匆匆 还问了一句 小秦娜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她顾不上回答 只舍嗡了一声 就出门了 看看手机时间 现在晚上八点半 天已经黑了 楼下纳凉的人 大都回家了 小区显得有些空荡 她从一号楼开始 一栋楼一栋楼地绕圈 留意经过身边的人 亲身也没遇到多少人 尽管是自己家里 走着平时都走惯的路 但是想到自己可能遇见一个绑架了自己妹妹的罪犯 她心里就不免 碰碰乱跳 一直在小区里走到十一点 路上连一个人都没有了 她在放弃 今天初爱的时间有点晚 她决定明后几天不去酒吧 多花点时间在小区里里里外外走几遍 哪怕机会渺茫 她也决心睡一室 她不想错过任何机会 第二天 蒋雨昕没去上班 她吃完早饭就下楼了 这个小区建成也有十年了 属于半信不就 有十八栋楼 六七百家住户 有的自己住 有的出租给外人 真要找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她相信自己的知觉 她相信 只要绑架妹妹的那个人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肯定就能把她认出来 蒋雨昕一栋楼一栋楼地绕拳 白天的人比晚上多多了 形形色色 什么样的都有 蒋雨昕逐个打量 她也没当过警察 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算是可疑 什么样的不算 凭直觉 发现那些长相发贼的人 她都会仔细观察一番 有的人发现 她在瞅自己 也怀疑地瞅着她 弄得双方都是很尴尬 她这样消磨了大半天的时间 可疑的人也发现了几个 她还偷偷拍了下来 她饿了 买了面包和矿泉水 就坐在小区长椅上歇息 吃着面包或者水 掏出手机 就像欣赏战利品一样 翻看了一些嫌疑人的照片 一个个研究 研究了一番之后 她发现这些人的共同特点 就是长得丑 好像除了长得丑之外 她也没有发现其他值得 怀疑的地方 她不禁有些困惑 难道是我知觉错了 长得漂亮的人 也可能是罪犯吧 不知为什么 她脑子里忽然浮现出 心理医生盯浅 这个人万一是凶手 那该是什么样子呢 她正在胡思乱想 无意中忽然感觉 有道闪光晃了她一下 十分刺眼 她扭头看看 没看到是什么东西 本来没当一回事 过不长时间 那道闪光又晃了她一下 她很有点警觉了 用眼角余光 确定那闪光的位置 慢慢向右看过去 有两个小孩拎着小桶 蹲在地上抠土玩 根本没有发光的东西 不可能是他们 江允星的目光越过他们 在他们身后有棵老榆树 枝叶茂盛 树冠如散 突然 她看到了发光的来源 从树后伸出一只手 正拿着一个小镜子 往这边照 山光肯定是小镜子反射出来的 江允星惊讶地盯着镜子 那只手仿佛受到惊吓似的 梳的做到树后 是有个人拿着镜子 在树后照他们 江允星全身的寒毛 一下子就竖了起来 现在毕竟还是白天 她没什么可怕的 她呼地站起来 朝那棵树跑过去 不管那个人出于什么目的 是不是在照她 她都要当面质问 查个一清二楚 绕过榆树 结果发现树后没有人 只有一个碾面的烟头 她四下张望 远远近近都有行走的人 她也分不清楚是哪一个 她凭直觉选中一个 穿着灰色夹壳衫的男人 在后面偷偷跟着 不敢跟太快 怕对方察觉 也不敢跟太慢 那个男人似乎没有发觉 后面有人 在前面走得不紧不慢 她进了小区 一家超市 江允星也跟了进去 隔着货下的空隙 打量她 二十多岁 脸上还有青春痘 江允星心中怀疑 真的是这个人吗 我没有看错吧 嗨 小姐 啊 江允星一个愣神 发现那个男人 笑眯眯地望着自己 她已经发现自己了 这下把她弄得手足无措 脸蛋发烧 好像偷钱被发现的小孩 她红着脸纠正 我不叫小姐 啊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叫王凯 我们 我们交个朋友吧 你叫什么 看这家伙 脸都笑得开花了 感情她是误会了 还以为自己走桃花运 被一个大美人给相中了 这个 江允星一脸尴尬 想办法脱身 无意中 瞥见超市门外有个人影 那个人 站在一楼的拐角 正在悄悄地望着超市 他的样子有点可疑 很怕被发现似的 尽量隐藏自己 但是又探出半边身子 往这边张望 江允星一下想起妹妹 说过的那个可疑的男人 她顾不上 向自己献殷勤的青春斗男 急忙走出超市 那个可疑的男人 刷的一下就不见了 她飞快地跑出去 刚才那个可疑的人 站的地方已经空无一人 她沿着楼绕过去 走到其他楼群之间 远远近近有些人 散步的 聊天的 下棋的 打麻将的 江允星又发懵了 隐藏一粒米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这粒米 扔在一堆米里 她现在才意识到 最凡如果真的 隐藏在这个小区里 想把它找出来 还真不容易 怎么才能抓到它呢 她冷静了一下 忽然灵光一现 冒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有点冒险 但眼下也只好一事 她朝人少的地方走 这个小区蛮大的 物业办公室和锅炉房后面 比较偏僻 去得人少 她猜 这个家伙如果一直在偷偷跟着她 肯定愿意往人少的地方走 她所幸 投其所好 她不知道其他女人失踪 罪犯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但在大白天 她想对方不至于 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敢绑架她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沿着穿过锅炉房的一条 潮湿的沙石路 慢吞吞往前走 她全神关注的 留意身后的动静 走快了 怕对方跟不上 走慢了 怕她伤害自己 身后传来 踩到塑料瓶的声响 那个人果然跟来了 蒋雨昕后背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浑身绷紧 跟踪她的人也吓了一跳 似乎停下脚步 观察了她一会儿 发现她没有任何异样 又继续跟着她 蒋雨昕逐渐放慢速度 深吸口气 突然转身 冲向跟踪自己的人 那人完全没有 料到这种情况 稍稍一愣 竟然没敢扑向 蒋雨昕 反而被吓跑了 蒋雨昕 转身的刹那 看见那个人 距离自己有十都不远 勾搂着身子 戴着一顶帽子 好像还戴着口罩 这家伙可真够鸡贼的 不过一看身材 就是个男的 瘦高 有点驼背 蒋雨昕不知道 哪来的勇气 不顾一切的要抓住她 把那男的吓得 连头也不敢回 拼命往楼后面跑 想把蒋雨昕给甩开 蒋雨昕一个女孩子 毕竟撵不上男人 绕过那栋楼 男的已经落开 她几十米远了 她还不肯放弃 一直在后面 努力地追赶 那男人逃跑的方向 是她家的方向 蒋雨昕心中起疑 无暇多想 这么好的机会 她实在是不想放弃 男人几乎跑到 她家门口那栋楼时 转身又从岔道 往楼后面跑 蒋雨昕 咬着牙根在她身后 这家伙好像 故意戏弄自己 绕楼跑了一圈 等她绕回来 忽然发现 男人踪迹不见了 她呼吱呼吱 弯腰扶着腿 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好像一辈子夹起来 也没有跑过这么多路 肺几乎都跑炸了 她脑子也有些发懵 这家伙怎么能跑那么快 一转眼连影子都不见了 而且就消失在 自己家门口 但是她忽然心念一转 想到了一个 让她无比吃惊的可能 这家伙难不成躲进楼洞里了 这里最近的只有两栋楼 一栋是自己家 另外一栋正对着她家的楼 这可让蒋雨昕为难了 她只能选其中一个楼检查 万一她选错了 那家伙就会趁机逃走 她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站在原地 来回瞅了两个楼洞 吃头疼 一只手忽然从她背后探过来 搭在她肩膀上 蒋雨昕妈呀一声 好学没下昏过去 这家伙什么时候 藏在她身后了 她不是要现在 对自己下手吧 她回过头 惊恐地望向身后 等她看清楚身后的人 简直哭笑不得 居然是老爸 石友宾拎着一兜子菜 表情奇怪地打凉女儿 这是怎么了 小新 满头大汗的 我眼珠子一转 对老爸说道 爸 你赶紧回家 别进门啊 就在楼洞口等着 万一有人出来 你就帮我拖住她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闺女 你别管了 照说的做就行 江雨昕说完 跑向另外一栋楼 留下满头污水的父亲 她看见有一家 一楼阳台下面 堆着杂物 她顺手从里面 拽出一节木方子 端在手里 也可以壮壮胆 她鼓足勇气 走进楼洞 沿着台阶 拾击而上 万分消息 敌方那个男人 从角落里窜出来 这栋楼一共九层 江雨昕 一直走到楼顶 也没看见那个人 既然她没藏在这栋楼里 那肯定躲进她家那栋楼了 她赶紧跑下楼 两条腿都酸了 看见父亲还站在对面的楼洞口呢 她倒是听话 一动不动 爸 刚才有没有人 从这里出来啊 有 谁啊 你王大姨 不是 我是说陌生人 男的 没有 那好 江雨昕拎着木方子 熊啾啾地跑进楼道 喂 鬼女 这是要干什么呀 石油斌还从来没见过 大女儿有这么疯狂的时候呢 江雨昕顾不上说话 一门心思往楼上跑 这一下可好了 有她和老爸两个人拦着 这家伙插翅难逃了 她现在迫不及待 想抓住这家伙 问出妹妹的下路 希望她还安然无恙 一楼 二楼 三楼 平时再熟悉不过的房子 如今也让她热血沸腾 她一口气爬到了顶楼 可是依然没有 那个男人的踪迹 江雨昕几乎傻在那里 精神的压力 身体的消耗 一刹那一股脑地袭来 她犹如被抽干的皮球 一下子就瘫软了 坐在台阶上 眼泪扑索而下 哭得十分伤心 不知道哭了多久 听到楼下传出上楼的脚步声 一边是父亲的呼唤 小倩 你在哪儿啊 在上面吗 她深深呼吸 平静心情 把眼泪抹干净 起身下楼 徐有斌看见女儿 就问她 到底怎么了 大小倩 你刚才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没事 江雨昕不想让父亲看出来 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回了家 然后就把自己 关在卧室里 看见妹妹的床 妹妹的书桌 还有她平时穿的衣服 用的东西 由不禁悲从中来 这是她和妹妹 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屋子呀 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 都凝聚着姐妹两人 共同的回忆 回想起当初 那些日常琐碎 打打闹闹 如今都让人无比怀念 她无比沮丧地趴在床上 想把全世界都摒弃掉 可是各种念头 依然不断地涌进脑子里 怎么会不接了呢 那个人究竟是怎么逃走的 难道 她睁开眼睛 看着空白的墙壁 一个念头闪现在眼前 她急忙跑下床 跑到窗前 一把拉开窗户 她望着对面的楼房 一闪闪窗户 有的闪烁电视的荧光 有的漆黑的一片 主人还未回家 有的窗帘拉延 看不到屋里在干什么 每一扇窗后 都有一个普通 又独一无二的人生 她追赶的那个人 并没有消失 她只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隐藏一粒米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这粒米 扔进一堆米里 她其实就住在这里 住在两栋楼 其中一栋楼里 她家有一扇 普普通通的大门 她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 她表面上 与其他人 没有任何不同 她精心地隐藏着 自己的另一面 阴暗 可怕的一面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江雨昕也许都见过这个人 但从来没有留意过 她忽然想起 自己还有一个望远镜 急忙回去 翻箱倒柜找出来 回到窗前 趴在窗台上 仔细观察 对面楼的一户户窗子 她不确定 那个人究竟住在 对面楼 还是自己这栋楼 眼下最困难的是 如何把那个人找出来 她总不能挨家挨户 敲门检查吧 她也没办法报警 丁钱说得对 就凭她空口无凭地猜测 警察根本不可能 立案侦查 眼下只有靠自己 她透过望远镜 像作贼一样 窥视着一扇上窗户的后面 从九楼一直看到一楼 一楼 一楼窗户紧闭 一团漆黑 但仔细观察 江雨昕看见了一个 黑乎乎的东西 圆圆的 不易察觉的微微晃动 她忽然认出了那是什么 望远镜 两个圆圆的 黑乎乎的镜桶 正朝向自己 难道那里也有人在偷窥自己吗 江雨昕打了个痕迹 肾上腺素急速分泌 这个人就是被自己追丢的那个人吧 原来她就住在一楼 难怪自己没找到的 就是这个家伙绑架她妹妹吧 最近很多女人莫名其妙失踪 就是她干的吧 她从望远镜中努力想看清 同样拿望远镜偷窥自己的人 那个人也在仔细地观察她 两个人静静对视着 一个在四楼 一个在一楼 保持着一个奇怪的空间角度 最终 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窥视者放弃了 她慢慢地消失在了望远镜之后 那个望远镜也跟着消失了 江雨昕望着那一扇黑漆漆的窗户 深吸口气 暗暗发誓 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你 她简单收拾了一下 把长发扎起来 换上一套黑色运动服 还找了一瓶防狼水带上 在房间里等了一个多钟头 直到天已经完全黑下来 才出门 没跟父母打招呼 悄悄离开了家 她借着叶子轻装剪出 悄悄地潜入对面那栋楼里 那个可疑的人 是右边的住户 深红色的防导门上着锁 她不会开锁 当然进不去 她出了楼洞 楼前楼后绕了一圈 这栋楼是南北房 靠楼洞这边北面有一扇卧室床 南面是阳台和另外一扇卧室窗户 江玉欣发现 南面的阳台窗户半开着 没安防倒栏 她于是爬上阳台 仗着自己身材苗条 不费力地钻进窗户 房间里没开灯 只能朦朦胧胧 便认出房中的摆设 空气中漂浮着一股刺壁的油漆 和胶盒板的气味 似乎这是一个刚装修好的新房 她小心翼翼地跳下阳台 穿过厨房 走进客厅 不小心踢翻了一盆 放在地上吸甲醛的绿螺 把她吓得赶紧蹲下 等了半天 没听到屋里有什么动静 她这才放心大胆站起来 她这次来当然不是为了抓人 她想抓也抓不住 她又找到罪犯的犯罪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 她现在心里也没输 只能见机行事 她摸索着走进北面的卧室 也就是刚才有人用望远镜 往楼上偷窥她的那个房间 她走到窗前 抬头往上看 能够清楚地看到 对面楼自己的卧室 这是她第一次偷窥自己 还是早就这样做了 想到自己和妹妹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可能一直都被她偷偷窥视 她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光是想想就够瘆人的 可当她往床上一看 才发现了更加瘆人的东西 借着窗外照进来的月光 她看见床上随处扔着一卷卷绳子 好像都是用过的 有的绳子黏黏糊糊糊的 上面粘着不知道是什么 最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她还看见一卷粗线 上面插着几根特大号的钢针 难道这些就是犯罪工具吗 她说不出心中紧张还是兴奋 她接着想到妹妹现在在哪儿 会不会就被藏在这间屋子里 先找到妹妹 还是拿着犯罪证据报警 她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最后决定马上去报警 抓起绳子和针线 转身想走 突然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 站在身后 生气皆无地站在身后 就看着她 似乎她早就来了 只不过她才发现 她现在才意识到 她太低估一个罪犯的能力了 想想那些至今下落不明的女人 就不难猜到她有多狡猾 手段多恐怖 她居然妄想凭自己的力量抓住她 蒋雨昕瞬间被吓呆了 紧跟着的举动 就是手里东西全部抛向那人脸上 急忙去掏防狼水 那人抬手一挡 一伸手抓住她的胳膊 蒋雨昕拼命地挣扎 扯脖子尖叫 刚喊出一声 就被那人把嘴给捂上了 想雨昕 可不想变成那些失踪的女人之一 她就算打不过这个人 至少得咬她两口 叫两嗓子 不能老老实实被她抓住 她哼吃一口 两颗小虎牙结结实实 咬在无嘴的大手上 那人吃痛 叫道松口 是我 这个声音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蒋雨昕有点纳闷 没敢松嘴 那人无可奈何掏出手机 用手机光照着脸 让她看 角度恰好是从下往上 蒋雨昕看到一张面目猙獰 蓝幽幽的鬼脸 把她下了一个机灵 哦 不对 那人赶紧换了一个角度 这才照清楚了一张人脸 蒋雨昕看清这张脸 马上惊呆了 居然是她 给自己治病的心理医生 丁浅 丁浅忍痛见义 蒋小姐 你可不可以先把嘴松开 蒋雨昕这才意识到 自己还咬着人家手呢 赶紧松开嘴 露出难为情的表情 但她马上又带着怀疑的眼神 瞅着丁浅 这是你家 丁医生 当然不是 那我下午跟踪的人 是你吗 丁医前摇里摇头 我下班前 给你爸打了一个电话 文经理家在这 下了班才过来找你 那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此经为你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 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我正想问你呢 我刚到你家楼下 就看见你 穿了这身黑色运动服出来 鬼鬼祟祟 往这边走 我刚念上你 又爬进人家房间里 我也是好奇 就跟进来了 刚一进屋 就被你咬了一口 丁钱带着审慎的眼神 上下打量 蒋雨昕 这身打扮 蒋小姐 我慢慢地问一句 你现在穿的是 是职业装满 除了肯德基店打工 酒吧里唱歌之外 你还兼职现在这份工作 不是不是 蒋雨昕急忙解释 我是来调查 我妹妹下落的 发现小区里 有个可疑的人 跟来跟去 就找到这里来了 你说的那个可疑人 就是你妹妹失踪前 跟你提到的那个人吧 嗯 我觉得应该就是她 丁钱的语气 又像受挖苦 又像钦佩 你还真是说到做到啊 蒋雨昕问 丁医生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个嘛 丁钱摸着眉毛的下巴 你的疗程还没有结束 你昨天情绪很不稳定 作为你的医生 我有责任随时观察 病人的状况 蒋雨昕冰雪聪明 如何看不出 其实是丁钱改变主意 打算帮她 她眼窝湿润 有种感激 谢谢你丁医生 用不着说 那些没用的 丁钱只习惯 跟精神病人打交道 最不喜欢煽情了 说说经过吧 你说你拿的是什么呀 我在床上拿的 丁钱这才注意到 床上那些绳子 她定定地瞅了两眼 忽然不吭声了 拿起那些绳子摸索着 还闻了闻 蒋雨昕弄不清 她在干什么 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怪 她一边简单地讲述了经过 说到自己如何在小区 寻找那个可疑的人 以及如何反被对方跟踪 自己如何发现她 又是怎么设计抓她 追赶她等等 她说话的时候 丁钱没有打断 一直在安静地听着 等她说完了 丁钱瞅着床上的东西 沉吟片刻 问蒋雨昕说 你进来的时候 见过床上有什么凶器吗 凶器 就是刀子这类东西 没有 怎么了 没什么 丁钱不想说明 她又问 你刚才说 她站在这里 用望远镜窥视 你是吗 嗯 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你进来之后 那个人就逃走了吗 有没有仔细检查过整个房子 哎呀 我还没有检查过呢 湘雨昕脸色一下变了 她似乎明白了丁钱担心什么 噓 丁钱做了一个虚声的收拾 她压低声一说 听你刚才那样说 这个可疑的人 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对她这种罪犯 绝对不能太大意 你说 你跟踪到她一下午 又差点把她抓住 刚才她又偷偷用望远镜窥视你 说明这个男的正在想办法对付你 你现在找到她家里 她却不见了 昨晚的绳子都没有带走 你不觉得这很反常吗 那这是 我担心 你妹妹也要跟你相同的经历 蒋雨昕无住嘴 吃惊地差点叫出声来 你 你是说 她故意引我来的 丁钱沉默 蒋雨昕掏出防狼水 战战兢兢给自己打气 我其实也有准备 防狼水算不算呢 丁钱简直不知该如何评价了 她朝蒋雨昕使了个眼色 慢慢朝房间外面走 她不是专业警察 但曾经跟宋玉林一起参与过办案 看见过警察搜查和抓人 对他们那一套也略知一二 穷凶极恶 杀人不眨眼的罪犯 她也遇到过 在这种突发情况之下 她并不慌乱 而且她只是怀疑 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还在这里 卫生间和两个卧室之间 她先往卫生间里瞄了瞄 没有人 她又小心翼翼地走进隔壁卧室 这间卧室比刚才的卧室稍微小一点 摆设很简洁 衣柜 电视柜和茶几 没有其他东西 丁钱看了蒋雨昕一眼 慢慢走到衣柜前 这间衣柜有两米多高 藏下一个人绰绰有余 蒋雨昕万分紧张 举着防狼水对准柜门 与丁钱一左一右配合默契 丁钱一把拉开柜门 没人 两人刚刚松口气 猛然从落地窗帘后面窜出一条黑影 扑向两人 两人都是背对她 谁都没有发觉 她目标明确 手里抡起一根铁管子 首先选择丁钱 铁管子刮着风狠狠砸向丁钱脑袋 丁钱听到背后有动静 回身看见一条黑影 搂头盖脑砸向自己 下一时往旁边躲闪 砰了一下 铁管子没有砸中头 砸中她的肩膀 把丁钱打了个裂紧 差点摔倒 蒋雨昕尖声惊叫 举起防狼水都忘了用了 那个人根本没在乎她 只抡着铁管子不停地击打丁钱 其中一管子打中她的头 丁钱就感觉天旋地转 躺在地上 耳边传来 在蒋雨昕一声声惊恐地尖叫声 她心里一点都没感到害怕 反而有种说不出的解脱 尖叫声距离她是越来越远 阴暗的房间也越来越远 眼前飘动着各种颜色 她感觉自己似乎在 飘渺无际的草原上飘荡 阳光明媚 微风吹拂 湛蓝的天空上 浮现出似曾相识的人影 嗨 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个叫丁钱的医生 就是那个随便把患者催眠了 让患者家属告了的亲里医生 哦 倒是有个叫丁钱的啊 你是谁啊 你是记者吗 我 我哪能是记者呀 我是他老姨 你是他老姨 是啊 口看着你好像还没有我们丁医生岁数大吧 这有什么 我妈丁钱他老生我晚吧 我二姐丁钱他妈未婚先孕 生他早就这么着 我虽然就比他年轻了 那又怎么样 我辈分上还是他长辈 快带我去见他 哦 这样啊 可是我怎么没听我妈说过 我有个老姨呢 我也没听我妈说过 他生我是未婚先孕呢 什么 你 你是丁钱的 我就是丁钱 你这个老姨是怎么回事啊 我 误会误会 我是都市快报的记者 我叫温 丁钱忽然从昏迷中睁开眼 刚才的幻象一瞬间从眼前抽走 只剩下一间苍白冰冷的房间 弥漫着浓重的药味 这里是医院的病房 他后脑壳一丈一丈的门痛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禁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那一棍子打得可真狠 他伸手摸摸脑袋 裹着纱布的地方 种起了一个大包 幸亏没打漏 万一脑袋打碎了 落下后遗症 整天踮脚走道 手哆嗦 那就太倒霉了 一个冰冷的声音 在他身旁响起 你醒了 丁前这才看见 床边坐着一个 身穿警服的人 四十多岁 留着两撇小胡子 翘着二郎腿 眼神不善地瞅着他 把他吓了一跳 丁前问 你是谁 这话得是我问你 要什么名字 干什么的 多大年轻 男警察从兜里掏出笔记本 拿起笔 准备做笔录 气氛 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呢 丁前问 请问你是来干什么的 你说呢 当然是审问你来的 男警察邓亲眼 给他一个下马威 审问我 丁前哑然失笑 我被人袭击了 我可是受害者 胡扯 男警察吼声 差点把房顶给掀了 你明明是入室盗窃 让房主发现了 你企图行凶 跟护主在搏斗中 被打昏迷了 护主然后打110报警 我们赶到之后 你还昏迷着 还得把你弄到医院 先就行 我就是负责看着你 审问你的马警官 现在你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就老老实实回到问题 我先警告你 别跟我偷奸耍滑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丁前终于弄明白 眼前发生了什么状况 没想到自己查案 反而成了被告 他真是低估了这个家伙 不但白白打了自己 还贼喊捉贼 他现在顾不得想太多 急忙问道 跟我一起的那个女孩 现在怎么样了 你是说你的同伴吗 她现在正在公安局 做笔录呢 我真想不通了 年纪轻轻 长这么俊强 干点什么不行啊 干什么都能赚钱 非要当小偷 对 肯定是跟你学坏的 你说 你是不是给人家 女孩洗脑了 逼着她跟你犯罪啊 马警官越说越气 饥饿如仇 恨不得把丁前 就地正法了 丁前实在是有点无语 我跟那个女孩不认识 不认识 这是什么呀 马警官说着 从兜里掏出两张照片 往丁前脸上一摔 丁前片头躲过 照片掉在身上 她拿起来看看 就是他们发现嫌疑人 作案证据的那间卧室 照片拍的是 床上挤卷绳子 还有地面 在勘验灯照射下 挤出干涸的液体 散发出蓝色的荧光 马警官得意洋洋地 瞧着丁前 现在你无话可说了吧 你带着绳子 跑到人家家里干什么呀 你说 你是不是想绑架护主人啊 哼 你不承认也不信 照片上 这些发蓝光的液体 就是你们留下的体液 我们有的是高科技手段 对付你这样的 狡猾的罪犯 那什么体液 明知故问 那是经验 说到这里 马警官流露出厌恶的表情 你这个混蛋 你带个女的 跑到人家家里 都干了一些什么 在这个马警官眼里 丁前就是一个娇坏小美女 偷窃加绑架 彻头彻尾 无药可救的流氓混蛋 丁前没想到 自己不但挨了打 还莫名其妙地 背上这些罪名 再碰上这位固执的马警官 这事还真麻烦了 马警官立声说道 认罪吧 老老实实交代 你的犯罪经过 丁前揉着发动的脑袋 寻思对策 马警官忽然命令 把裤子脱下来 啊 这个要求可太出乎丁前意料了 连心理医生也不禁脸红了 这样啊 不太好吧 咱俩都是男的 少扯他 我让你脱 你就脱 马警官又变戏法式地 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瓶 扔在床上 舍到这里面 马上 丁前阅人无数 连坚信自己是忍者神龟 和花千古生出来的精神病 他都见过 还从来没人提出这么让他抓狂的要求 他又不是现在头疼无法集中精力 早就给这家伙催眠 让他打飞机到死 我们要拿你的经验和案发现场发现的经验 做个DNA比较 到时候证据确凿 容不得你不承认 赶紧射 丁前忽然问 你是不是还没有女朋友啊 马警官没有防备 愣愣地说道 是啊 你怎么知道 丁前露出讥讽的笑容 一看就知道 要不然 你怎么会对我提出这种要求 对这种女人不断的男人来说 自己根本做不到 什么 马警官想了半天 终于想明白 他分明是在挖苦自己 气得暴跳 一把从腰里超出紧棍 恐吓他 你这个可恶的人渣 被抓了还不老实 信不信 我把你这张破嘴给爆掉 这家伙是真急了 丁前现在脑袋已经受伤了 万一再被这糊涂蛋打几下 打傻了怎么承 丁前赶紧朝他摆手 等一下等一下 我说 马警官嘟嘟咚咚的 把警棍挂回腰带上 早这样不就结了 竟就不吃吃法酒 不过 我有个条件 我要先打一个电话 打电话 打给谁 放心 肯定不是律师 也不是我同伙 我要找一个警察 马警官完全听糊涂了 你说什么 你找警察 丁前纳闷 脑筋这么不好使的家伙 是怎么当上警察的 如果你想知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把我手机给我 我给你找一个警察来 他对我的底细 知道得清清楚楚 你有什么疑问 直接问他就好了 是吗 马警官云里雾里 完全被丁前搞糊涂了 心里合计 难道这家伙 早就有其他警察盯上了吗 那他十有八九 他早就有案底 看来 我只是要立功呢 马警官很高兴 爽快地把丁前的手机给他了 不过 他目不转睛地 监督丁前打电话 生怕他爽滑头 丁前的电话本里 找了一圈 斟酌了半天 最后拨了 郭荣荣的电话 他现在急于脱身 实在想不到其他人 宋玉林 他不想找 杜志勋 更不能找 只剩下 这个丫头了 不久之前 他还跟自己 联系过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因为马警官在旁边监视他 他在电话里说的含糊其词 要郭荣荣尽快过来一趟 二十分钟之后 郭荣荣来到医院 看见丁浅头缠绷带 病殃殃 半死不活的惨样 先是一愣 继而捧腹大笑 哈哈笑可没完 颇像只卡蛋的小母鸡 丁浅直愣白眼 别笑了 有那么好笑吗 不是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关键是 你以前太能装了 突然变成这样 让人不太适应 站在一旁的马警官 感觉气氛不太和谐 跟自己料想的完全不一样 打断问道 请问 你是郭警官吗 是啊 我是 你之前是不是认识这家伙 认识啊 这就好办了 这家伙又犯案了 还似撑着不认罪 我正在调查他 又犯案了 郭荣荣惊讶地呕起了嘴 瞪大眼睛瞅着丁浅 语气夸张地问 你之前什么时候犯案了 丁老师 你问这位马警官吧 丁浅怂怂肩 没好气地说 马警官不管三七二十一 理直气壮地指着丁浅 就说 他涉嫌入室盗窃和绑架等罪名 入室盗窃 还绑架 等等 你先说说 他都干了什么呀 昨天晚上 他和他的同伙 一起潜入别人家里 企图盗窃财物 后来发现屋主人在家 又计划绑架勒索 结果在搏斗的时候 被屋主人打伤了 哈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我才听明白 郭荣荣一脸调笑地 瞧着丁浅 那你就老老实实交代吧 丁浅一肚子气 我那儿在查案 不小心让人给算起来 查案 有意思 我找你帮我们查案 你百般推妥 连电话都不接 故意躲着我 居然自己偷偷查案 你什么意思吗 我这是事出有因 我最近有个得了抑郁症的患者 妹妹失踪了 她怀疑是被人绑架了 但又没有证据 全靠自己调查 我看她有点可怜 就帮她一把 你那位患者是女的吧 郭荣荣眯封起大眼睛 鬼灵鬼灵地瞅着丁浅 是女的又怎么样 长得一点都不好看 还赶不上你呢 你说啥 哦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把那女的也弄出来 她现在在公安局被调查呢 那帮遥遥临警察 执行了暴寒人一面之词 根本不了解情况 就把人稀里糊涂给抓了 哼 说帮就帮 凭什么呀 我又不欠你的 郭荣荣忽然使出小孩子兴趣 打眼睛一抹的 瞧着架势 随时都能甩袖子走人 丁浅说 你帮我 说不定也是在帮你们自己 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 你们最近一直在平江调查 一起女人失踪案吗 不是一起 是一起恋女人失踪 好吧 一起恋 那又怎么样 我忘了这位患者 她妹妹也失踪了 那怎么了 失踪的人可多了去了 说不定她是离家冲走呢 在她失踪那一天 她还跟她姐姐说 自己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人 哼 小孩子话也能相信 你 郭荣荣神情忽然一百八十度全变 跟演电视剧似的 你是怀疑 同一个罪犯绑架了她 我的患者在妹妹失踪之后 也开始调查 结果发现被一个神秘男人跟踪了 后来她发现这个男的 就住在她家小区里 而且就在她家对面的楼里 所以 我就帮她去查 郭荣荣静静听完丁钱 讲完经过 也不能平静了 你就是在这个神秘男人家里 被打伤的 丁钱点点头 把马警官之前丢给她的两张照片 递给郭荣荣 这是我在她家床上发现的 地上还有人的体验 郭荣荣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你在怀疑她就是我们要找的连环罪犯 你跟她接触过吗 我那男的不算接触过 还没看见她长什么样呢 就被她打晕了 不过她很狡猾倒是真的 居然还能反咬一口诬告我们 站在一旁听他们说话 一直没有发声的马警官 听到这里再也按捺不住了 对郭荣荣说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什么一会儿可疑的男人 一会儿又被跟踪的 郭警官 这小子狡猾得很 一看就是惯犯 你可千万不能被她唬住了 他跑到人家家里 入室盗窃 正去劝曹 他再狡辩 都是徒劳的 郭荣荣看了看马警官 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 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 干什么的 她是平江市人民医院 心理咨询科的主任 著名的心理专家 你觉得她吃饱了撑的 跑到别人家去盗窃吗 马警官有点发傻 不能吧 我看她像惯犯了 犯罪现场 还有她留下的经验呢 啊 郭荣荣张大嘴巴 吃惊地看向丁钱 丁钱急忙拿起床上的空瓶子 便接受 别听她胡说 我还没有取样呢 她凭什么证明 是我的呀 郭荣荣狡辖地眨眨眼 那你还不赶紧去取样 好证明你的清白呀 你 丁钱横呆呆地 翻了她一个白眼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我叫她来呢 郭荣荣拿着化验单 笑眯眯地走进病房 捂着嘴 笑嘻嘻地对丁钱说 你的DNA跟现场的不匹配 现在证明你是清白的了 丁钱揉着 酸疼酸疼的腰 不想搭理她 哦对了 我还调查了你们偷偷进入那间房子的房主 就是袭击你的那个人身份 郭荣荣办事效率确实高 丁钱迫不及待地问 她是干什么的 郭荣荣正要说 马警官推门进来 身后还跟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哦 我把人给你们带来了 马警官很不情愿地说着 她现在立功表现的机会没了 自然情绪不高 郭荣荣一看见这个女人 脸色就有点不对劲了 问丁钱 她就是你说的 那个长得丑了吧唧的患者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此经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嗯 是不是赶不上你漂亮了 郭荣荣 郭荣荣咬牙切齿 怎么听丁钱是在讽刺她 江雨昕看见丁钱 投缠纱布的惨殃 心里充满内疚 跑到病床前 关切地问道 丁医生 你不要紧吧 都是我不好 把你连累了 郭荣荣 听她嗲声嗲气地说话 心里就不爽 看见两人手握手 十分的惬意 更是来气 大声喊道 喂 你别趴在病人身上 别放她脑袋 走过去 一把拽开 江雨昕 她现在身受重伤 千万不能碰 你这样摇晃她脑袋 碰她伤口 都是不行的 说着抱着丁钱脑袋 摇来摇去的 还在受伤的大包上 按了两下 让丁钱质押 叫唤两声 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看见江雨昕 一惊一乍的 丁钱护住脑袋 哎呀哎 行了行了 她都知道了 怕郭荣荣 把她脑袋玩死 赶紧说那个男的吧 刚才说到哪了 郭荣荣折腾够了 也消气了 才开始接着 刚才的话说 她叫徐放 刚从武警部队 转业回来 难怪把你修理 那么惨呢 你哪是她的对手啊 武警部队转业的 她在什么单位上班呢 铁路局 车务段 当一个副科长 你们进的那个房子 是她年初买的二手房 刚装修完 准备做婚房用 你是说她要结婚了 听说是今年要结婚吧 她平时都和她未婚妻 在一起吗 这个我还不清楚 在一旁听她们说话的 蒋雨昕凑过来 问郭荣荣 我能看看 这个房主人的照片吗 郭荣荣白愣她一眼 你看她照片做什么呀 你昨天不是见过了吗 姜雨昕对面前这个 长得不大 蛮横霸道的小女警 有些出头 孤亲勇气说 昨天她在房间里太黑 她躲在窗帘后面 突然跳出来 把丁医生打倒 然后她就跑出房间 报警去了 我根本没看清 她长什么样 你就算见了她 又能怎么样啊 她见过那个 跟踪她的可疑男人 丁谦说 她想确认 那个人和袭京我们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 郭荣荣目光 马上转向蒋雨昕 你亲眼见过 跟踪你那个人 你能认出他 那个人当时戴着帽子 帽眼很低 我没看清 他长什么样 好像岁数不是特别大 个头比较高 有点驼背 我想 我要是能看见这个人 我就能认出她 那好吧 我想办法 让你们见一面 对了 听说你妹妹失踪了 有一个星期了 是 那她有没有 给你们发过短信 有过一回 郭荣荣急忙问 是不是陌生号码发的 是 蒋雨昕有些激动 她说姐姐救我 然后呢 没有了 就这件 没有了 嗯 没有了 那不对啊 你妹妹难道没有向你们要赎金吗 赎金 没有啊 丁前 插嘴问郭荣荣 你说的赎金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 我们调查的 数起女人失踪案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在她们失踪一两天之后 她的家人就会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用失踪女人的口吻 告诉家人 赶快准备多少钱救她 要不然 罪犯就会杀死她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是啊 一开始没人相信 都以为是诈骗电话 但是随着失踪人越来越多 被害人家里都会收到这样的短信 就不由人们不信了 从这一点说明 凶手非常狡猾 从来不亲自给失踪女人家里打电话要钱 都是逼迫被害人说 所以说 这其实是一起连环绑架勒索案 有人给罪犯交赎金吗 有一家人交赎金了 按照短信里指定地点放了二十万 可惜他们之后才报得清 等警察赶到时 那笔钱已经被罪犯取走了 罪犯后来把人放了吗 没有 失踪的这些女人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被发现的 不过其中两个 我们曾经收到她发短信的手机号码 但是信号很弱 断断续续的 后来都消失了 我们现在除了能确定 这两个人还在市区 无法锁定他们的具体位置 至于其他人 更是杳无音讯 最早发生的失踪勒索案 到现在已经有五个月了 陆陆续续失踪了十几个人 虽然还没有迹象表明 他们遇害了 但是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判断 罪犯总不能把这十几个女人全部囚禁起来吧 那简直不可思议 丁钱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鬼根结底 杜志勋现在肯定也束手无策 要抓狂了吧 这样的案子 这样的案子 谁碰到谁头疼 这个罪犯就像幽灵一样 没有固定的作案模式 你都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突然就出现了 这么说来 你们这次说不定还得请我帮忙呢 郭蓉蓉望着丁钱得意洋洋的表情 眨巴眨巴眼睛就说 怎么 你找到线索了 丁姐目光描描江雨昕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她 郭蓉蓉有点将信将疑 她妹妹吗 并没有发短信要赎金 这不符合罪犯的作案模式啊 我怀疑 她未必是被人绑架了 就算被绑架 也可能是不是同一个罪犯 丁钱笑笑 你知道宋玉林 为什么总向你们推荐我们 我又不是专业的警察出身 郭蓉蓉不明白 她为什么一下转到这个话题上 不加思索地回答 是啊 我也有点搞不明白 你一个心理医生 勉勉强强跟犯罪心理挂上钩吧 我们又不缺精通犯罪心理的警探 杜志勋就研究犯罪心理 干嘛非要找你呢 因为我有想象力 推理断案 看似一件很科学很严谨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 你们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警探 才更容易不知不觉间钻进牛角尖 我不是专业的警察 我看案件 只用一个门外汉的视角 所以我比你们更有想象力 想象力 郭蓉蓉速懂非懂地 琢磨着她说的话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蒋雨晴的妹妹 也许是故意玩失踪 也许是真的被人绑架了 也许并不是同一个罪犯 所以你们不想浪费精力调查她 怕被误导了 但我就会把这当成一条线索 认真调查每一个 值得怀疑的物诊和人 说不定什么地方 就能发现线索 郭荣荣无奈地说 好吧 我又被你说服了 我带她去见见那个房主 她打眼睛转悠悠的 马上又凶巴巴地问丁钱 应该不会是因为人家 打了你一段 想借其报复吧 怎么会呢 丁钱露出 人畜无伤的表情 平江市城南公安分局刑警支队 徐放接到城南公安分局电话 让她来公安局核实一趟情况 她以为是警察要收监 昨天晚上闯到她家的那两个人 要她再详细做一遍口供 没多想 很爽快地来了 一个警员带她进了问讯室 里面已经住了四个人 其中一个马警官 她昨天见过 就是她接到报案赶过来的 马警官身边坐着一个年纪轻轻 大眼睛小微脸 长得很萌的小女警 年纪也就二十出头 不过派头很大 大啦啦地靠在椅子上 仰着小脸打量人 好像领导一样 她的目光 又露在另外两人身上 女孩花容月貌 处处动人 男的头穿纱布 似乎刚刚受了伤 两个人都心平气和地坐在那 没有戴手铐 她愣了一下 突然脸色变了 这只两人大喊大叫起来 你们 就是你们两个盗窃犯 警察同志 快把他们抓起来 看马警官和那个小女警 无动于衷 她更急了 喂 你们怎么不动啊 就是他们俩 昨天晚上闯到我房间做案的 幸亏我昨天回趟家 要不然我家里之前东西 还不得被他们起劫一空啊 这个男的被我打昏了 然后我就报警了 千真万确就是他们 你们快抓他们呢 马警官脸色尴尬 看了看郭荣荣 郭荣荣指着对面的椰子 对徐放手 徐先生 你先坐 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徐放一脸费解地看着她 又看看马警官 不情愿地拉把椅子 坐在郭荣荣对面 嘴中还不停地抱怨 真是搞不懂你们 放着罪犯在眼前不问 非得找我来折腾我 我还在上班呢 郭荣荣一笑置之 问道 徐先生 你昨天什么时候后悔的家呀 六点多钟吧 我下班以后去的 听说那套房子是你的婚房 你是打算今年要结婚用吗 是啊 你买这套房子 有多长时间了 上半年买的 不到半年吧 买完之后 你就住进来了吗 没有 我重新装修了一遍 然后就搁在那儿 放假裙了 从来没有住过 那你把房子 让给别人住了吗 没有 这半年多以来 房子就一直空着 你经常回来吗 喂 我说你犯来犯去 敬问我这些 没用的干什么呀 你不是找我来做证词 要给这两个人定罪吗 怎么搞得我 跟嫌疑犯似的 居方不耐烦地说 你只要如实 回答我的问题就行 如何给嫌疑人定罪 是我们警察的事情 现在请你回答 刚才那个问题 你最近半年多 经常回来吗 徐芳翻愣翻愣眼睛 没好气地说 偶尔 不算昨天 你最近一次回来 是在什么时候 上周 大上周 我记不清了 郭荣荣语气坚定地说 请好好想想 大上周吧 周急 那我可记不住了 你回来就直接到新房了吗 有没有跟什么人接触过 比如说跟邻居聊天 去过小区超市 买东西什么的 没有 我回家看一眼就走了 没跟其他人接触过 你没在小区里转悠过吗 没跟什么人说过话 譬如说 年轻女孩子 喂 你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听你说话 就像当我是罪犯一样啊 拜托 请你搞清楚 我才是报案人 我知道 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什么人都没见过 郭荣荣指着指 江雨昕 那么这位小姐 你之前见过吗 徐放扭头瞧着江雨昕 她四十岁左右 长得人高马大 脸色又黑 小头方下巴 看着有股力气 她不音不扬地 瞅着江雨昕 恳究了她长得好看 多瞅了几眼 但是目光中 却没有善意 江雨昕 本能地往后嗦了嗦 郭荣荣问江雨昕说 是她吗 好像 好像 江雨昕有点不敢 和这个男人对视 说话支支吾吾的 郭荣荣对徐放说 徐先生 请你站起来一下 徐放到现在 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气得拍起桌子 啊 合着你们把我找过来 是把我当罪犯了 是不是 你们这帮警察 胡搞什么呀 没弄清楚事实吗 我才是受害者 好不好 他们两个才是罪犯 你们怎么反过来 怀疑我 还让一个女罪犯 当证人 你是想污蔑我吗 没门 我有哥们就是 公安局的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丁前这时候开口了 徐放 没弄清楚事实的是你 这不是一起入室抢劫 昨天晚上 我们是在搜查嫌疑人 结果找到了你家 在你的卧室的床上 发现很多绳子 还有针线 你装修房子 用不着这些东西吧 你应该先回答我们 你用这些绳子 做什么 绳子 什么绳子 我不知道有什么绳子 你刚才也说过 这栋房子 在你装修之后 就没有人住过 除了你之外 不可能有人 把绳子放在床上 你说不知道 这明显不合理啊 我 我上次回来 床上还什么都没有呢 怎么这次 就多了绳子了 我也搞不懂 肯定不是我拿来的绳子 门钥匙都谁有啊 只有我和我女朋友 会不会是我女朋友 拿的上司啊 对 不是我 那肯定是她 肯定是她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丁前笑笑 只不过是几卷绳子而已 我们又没说是行凶的证据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徐芳一下被掖住了 还想多问你一句 你有没有在床上 做过什么事情 譬如说 你曾经带过女人 回家过夜 不小心把床单和地板 弄脏了 喂 你不要瞎说啊 我从来没做过那种事情 你看你 又紧张了 我有没有特指是哪个女人 你带你未婚妻来新房 即使亲热一下下 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徐芳恨恨地瞪了丁前一眼 最后觉得 给她脑袋打成那样 还是太轻了 她问郭荣荣 这不就是入室盗窃吗 怎么又说不是啊 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实在搞不懂 你在查什么 郭荣荣说 最近一段时间 有女人陆陆续续神秘失踪 这位蒋小姐的妹妹也失踪了 就在昨天 这位蒋小姐也被人跟踪了 后来她发现跟踪她的人 躲进你的公寓 当天晚上 这位蒋小姐进你家调查 想搜集证据 还有这位丁医生 也是来帮忙的 结果 他们在你家床上 发现了那些绳子 然后就被你袭击了 这就是整件事件的经过 虽然你先报的警 我们也一样要调查你 徐芳原本还很沉稳 听了郭荣荣的话 终于有点坐不住了 这怎么可能呢 你是说 罪犯躲进我家里了吗 这不可能 他都没有钥匙 怎么躲进我家里啊 说出这句话 她发现郭荣荣丁钱和蒋雨昕 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 马上意识到说错话了 你们别胡猜 天地良心 我可没有跟踪这位小姐 我一个要结婚的人了 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情 肯定是其他人做的 你家的钥匙 只有你和你女友有 其他人又怎么可能进到你家里去呢 那说不定他会撬门压锁呢 或者是从窗户拔进去的 别说 江雨昕和丁钱 就是从他家阳台窗户 爬进屋里的 不可能 江雨昕不知哪来的勇气 忽然大声说道 我当时追那人追得很紧 他没有翻窗户 肯定是穿进楼洞里了 你家就住在一楼 如果他在楼洞里翘锁头 我肯定能发现 可他却跑进你家了 还在里面待了好长一段时间 拿着望远镜 在窗户那儿窥视我家 我都看见了 虚方脸色苍白 不 绝对不是我 我根本没在家 我也没有偷窥你 那绝对是另外一个人 郭荣荣注视徐芳说 我们的人检查过了 你家的防导门 没有任何被撬的痕迹 现在根本没有 一丁点证据能证明 有另外一个人存在 而你家里多出的那些绳子 和不该有的东西 你又解释得前言不搭后语 你 你们 虚方忽然发飙了 我知道了 肯定是这两个人 反过来想栽赃我 什么被人跟踪 都是他们胡骗的 这位女警官 你可不能轻易相信他们呢 中了他们的奸进呀 不要跟我转一个话题 郭荣荣冷冷地打断他 在你家里发现可疑的东西 你一会儿说是你女友留下的 一会儿又说是别人栽赃你 我凭什么就不能怀疑 是你在诬陷别人呢 调查你理所当然 你 徐放让郭荣荣抢白的 李屈慈穷 气得脸红脖子粗 徐放 站起来 郭荣荣忽然提高嗓音 大眼睛也瞪起来 徐放被吓了一跳 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郭荣荣问蒋雨昕 现在你好好看看 跟踪你的是不是这个人 蒋雨昕还有点怕徐放 看见他那一对狠歹歹的眼珠 心中就打出 不敢直视他 郭荣荣说 不用怕 这里有我呢 看不清脸就到前面来 你就好好看看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跟踪你的人 有了郭荣荣打气 蒋雨昕胆子也大了起来 绕着徐放看了两遍 从不同角度打量他 皱着眉 仔细回忆当时的情景 看了半天 他也不吱一声 欲言又止 郭荣荣等不及了 就问道 怎么样 像不像昨天跟踪你那个人 个头差不多 也是这么高 侧面看 他也有点驼背 像 哎 你这娘们别胡说八道啊 我根本就没见过你 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 徐放瞪大眼珠子 一股要吃人的架势 将蒋雨昕 吓得往后退了两步 闭嘴 郭荣荣喝止他 又问蒋雨昕 那你敢肯定 是这个人吗 我 蒋雨昕 张红着脸 支支吾吾的 那人当时 当时戴着帽子蒙着脸 我看不清他的长相 身高上来说 确实有点像 你还胡说 徐放气急败坏地骂着 蒋雨昕脸色苍白 有点不知所措 既然这样 徐先生 我们暂时要留你在公安局 进行详细调查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他扭头问马警官 你没有意见吧 马警官 没有没有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马警官心里不太满意 但知道郭荣荣是省厅下来的 来头不小 也不好反对 徐放想发作忧不敢 攥紧拳头 目光死死瞪着蒋雨昕 一股怒火都对准了这个女人 郭荣荣把徐放 带到了市公安局刑警队 这里有专门的进行DNA化验的设备 杜志勋和特案组警员这些天 也在这里办公 丁前不想跟他们见面 和江雨昕待在一楼传达室里等消息 他把包头的绷带拆了 实在影响美观 其实也没大碍 就是起了个包 破点皮 郭荣荣说 一有消息就通知他们 结果走了就没影了 左等也不来 右等也不来 江雨昕等得十分着急 不停地问丁前 丁医生 你觉得那个人 到底是不是绑架我妹妹的人啊 你不是追踪过他们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我也不确定 觉得他有点像 又拿不准 别说我认错人了 那可真对不起他了 我看他都气坏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丁钱若有所思地说 她不是气 她是害怕 害怕 江雨昕扭过头 吃惊地看着她 她的激动 只是一种外表上的掩饰 掩饰什么 江雨昕想问 这之后 有人进来了 等了大半天 终于有人来了 可是进来的不是郭荣荣 而是冷艳法衣柳飞 她习惯地穿了一件白大褂 长发披肩 一张脸极美极冷 她没想到 能在这里遇见丁钱 不由得稍稍一愣 冷漠的神情 总算有了瞬间的变化 瞬间之后 她又回复了冷漠 只是稍稍在丁钱身边 江雨昕的身上停留片刻 然后就问丁钱 郭荣荣呢 她去哪了 丁钱说 她说去等着 那样本结果还没回来 哦 DNA样本就是我化验的 杜组长临时找她有事 她离开了一会儿 让我检查完来传达事 那结果是怎样的 你们在徐方卧室 找到的那些绳子 我都检查过了 绳子上有磨损 纤维中发现很多皮屑 可以确定这些绳子 用来捆绑过人 但是 皮屑的DNA提取就比较麻烦 还需要派人去那些 失踪女人的家里 寻找DNA样品 逐一进行比对 看看有没有能找到匹配的 这个化验未必能成功 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我听说还发现几处金叶的痕迹 在床边地板上发现的 不过DNA检查出了一点状况 什么状况 徐方的金叶样本检查不出金子 很巧的是 案发现场发现的金叶样本 也检查不出金子 怎么会这样 徐方身上有什么病吗 不是有病 而是做过结扎手术 这样的男人 即使能射精 也不能生育 他的经验里 没有遗传金音 也就是DNA 蒋雨昕激动地站起来 那是不是就能证明 他是罪犯了 刘飞冷冷看了他一眼 问丁浅 他是谁 他妹妹也失踪了 他昨天还被一个 可疑的男人跟踪过 现在想要确定 是不是这个叫徐方的人 刘飞对蒋雨昕的态度 稍有缓和 解释说 做过结扎的男人 并不只有徐方一个人 罪犯也一样可以做出 结扎手术 没有金子的金叶里 只剩下前列腺炎 提取DNA的难度 就要大很多了 而且这些样品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所以提取不出DNA了 我虽然不懂你说的那些医学真实 可我知道 那是他的房子啊 除了他不可能有其他人进去过 那些绳子肯定是他用来绑人的 这不就是证据吗 蒋雨昕都有一些情绪失控了 这只是间接证据 不是直接证据 还有那些绳子到底是不是用来绑架女人 现在还不做最后的断定 一切线索目前都不足以给徐方定罪 所以有可能释放他 蒋雨昕更急了 那些绳子当然是用来犯罪的 要不然用绳子绑人干什么 看着蒋雨昕一本正经 努力争辩的表情 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个纯洁的小白 柳飞无奈地看着丁谦 实在是没法解释了 啊 是这样的 身为蒋雨昕的心理医生 丁谦尽量用委婉的方式来解释 有些男人和女人呢 比较喜欢在异性朋友身上冒险 在他们身上拴个绳子啦 拥用小屁边啊什么的 增进彼此的好感 想与心更加不理解了 那还叫什么朋友啊 那不是虐待吗 哪有什么好感 刘飞听不下去了 说了一句 我先走了 转身要离开 给丁谦充分的时间解释 这时候就听丁谦悠悠地说道 不过当时有一点 让人觉得奇怪 他如果只是用这些绳子玩耍 为什么审讯他的时候不直说呢 反而推三阻私的呢 刘飞微微一正 如果我是杜志勋 我会查查这个男人的背景 看看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一个差不多四十岁的男人 怎么才准备结婚呢 我知道 我会告诉组长的 刘飞说完要走 丁谦忽然说道 等一下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 刘飞哼道 不就欠你一顿饭吗 忘不了你的 一甩长发气呼呼地走了 蒋雨昕莫名其妙地 看着柳飞离去的背影 好奇地问 丁一上 他怎么还能欠你一顿饭呢 我跟他打赌 他输了 丁谦笑呵呵地说着 既然检查结果出来了 丁谦也不想待在这里 给郭荣荣发了一条短信 告诉他 自己和蒋雨昕先走了 有什么事再联系 没想到短信刚发过去 郭荣荣马上就给他 回了个电话 你现在赶紧上三楼 我在那儿等你 丁谦不想跟他们见面 对着他是故弄玄虚 就说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没等挂电话 郭荣荣那边大声叫道 至少得把那个 姓蒋的女孩送上来吧 这件事情跟他有关 丁谦看了看蒋雨昕 问郭荣荣 什么事 我们已经锁定了 一个失踪女人的手机信号 这个消息不亚于 晴空惊雷 即便不是因为蒋雨昕 丁谦也确实想去看看 他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好奇 在蠢蠢欲动 郭荣荣在三楼楼梯口 等着他们 一见面就说 刚才杜组长把我叫过去 帮助技术员 核对那些失踪女人 用过的手机 看看刚刚锁定的这个信号 可能是哪些失踪女人 用过的手机 丁谦问 你是说 相同的手机 不止被一个人用过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 好像是我们的技术人员 一直在通过 SIM卡来寻找失踪者 但是 有记录显示 不同的女人 用过相同的手机号码 郭荣荣 看了蒋雨昕一眼 她妹妹不是也失踪了吗 让她一起来看看吧 江雨昕 马上紧张起来 和丁谦 一起跟着郭荣荣 来到技术侦察科 技术员们正在通过电脑 操作定位仪器 缩小手机信号出现的范围 杜志勋 和其他探组的组员 在一旁参与分析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因为信号一直不稳定 消耗了很多时间 之前几次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技术员也搞不懂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认为在手机附近有干扰 或者是处于特殊的环境 阻碍了信号发出 丁钱这时候来了 杜志勋一看见是他 眼神马上变得尖锐 他看了丁钱一眼 脸上露出 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来了一句 你来了 那种语气隐含着 难以捉摸的意味 有点请君入瓮的意思 丁钱笑笑 笑得很勉强 来了 他知道杜志勋讨厌他 他也不喜欢这个人 两个鼻子东讨厌的男人 偏要装成好金友 确实有点麻烦 杜志勋偏了一眼 蒋雨昕 顾蓉蓉都跟我说了 这个女孩的妹妹也失踪了 她还亲自去找线索 追查可疑的人 很勇敢呢 是啊 所以我才想帮他一把 勇敢的女孩都值得别人尊敬 杜志勋 话里似乎有话 我看你也很欣赏他 这二者本来也没有多少分别 郭蓉蓉 偷眼乔想于心 发现他脸红扑扑的 好像有点难为情的意思 心里来了一股无名火 插话说道 哎呀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组长 怎么样了 有没有确定具体位置啊 杜志勋走到操作台前 这次应该差不多 技术员利用基站定位功能 把手机SIM卡发出的微弱信号 确定在一个群域范围 技术侦察科的王科长 兴奋地说道 我们总算找到他的位置了 这个绑架犯十分狡猾 他给人质的手机 都是没有GPS模块的简易手机 没办法用高精度GPS定位 只能通过手机SIM卡 和基站联网的信号 来锁定SIM卡 但是在搜索人质 使用的手机SIM卡时 我们发现 不同人质的手机 发出的号码 居然是重复的 有的是三个人重复 有的是四个人重复 丁钱疑惑地问道 不同人用一个手机号 怎么会这样呢 王科长解释 我们认为绑架犯 是用同一个SIM卡 经过了多张复制 结果好几张卡 用的都是同一个号码 这恐怕也是为增加 我们的寻找难度吧 你们现在锁定的SIM卡 是多少号 1512708931 话音刚落 蒋雨昕惊叫了一声 那是我妹妹向我求救用的 手机号码 所有人的目光刷的一下 落在她的身上 杜志勋问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江宇涵 江宇涵 杜志勋拿过一个失踪者名单 丑了丑 没有这个名字 你报案了吗 没有 这个号码是被另外一个女人用过的 她姓涵 她家人报的警 可是 有可能是我妹妹呀 蒋雨昕一指王科长 这位民警同志不是说 人质使用的手机卡 都是重复的吗 要不然 我妹妹怎么会那么巧 用这个号码呢 杜志勋 被她问住了 蒋雨昕急切跑到王科长身边 望着电脑屏幕 上面没有她妹妹 只有发光的坐标图形 她根本看不懂 是什么意思 她央求王科长 求求您 一定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拜托您了 王科长也被她的情绪感染了 你放心 我们一定尽力 说着 她指着坐标手 你看 我们现在利用基站网络 已经找到了一个手机SIM卡的信号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区域 现在的范围已经集中到了 西城区 北一路和北二路之间 泰山路和锦江路之间的区域 范围还在缩小 江雨昕惊呼 那个地方离我家不太远啊 这一下引起所有人的关注了 难道这个女人会成为失踪案的突破口吗 郭荣荣看了看丁钱 如果手机真的是江雨昕失踪妹妹的 这对姐妹就跟案子有直接联系了 关键是 江雨昕还刚刚被人跟踪过 还找到了嫌疑人徐放 这个徐放的嫌疑 无形之中就变大了 技术员继续分析跟踪信号来源 不断地缩小区域 到了最后三角形坐标范围 集中到了一个不太大的范围内 不再变化了 其中一个技术员 马上向王科长汇报 科长 信号强度始终比较弱 我们只能大致签订这个区域 这是哪儿 平江电子科技大学 江雨昕说 电子科技大学 离我家不到两站地 杜智勋马上对警员们下达命令 你们马上下楼 我找两辆车 咱们在楼下集合 他又对江雨昕说 杠小姐 最好你也能跟我们一起去 你在那儿附近生活 对环境应该比我们熟悉 江雨昕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好 我跟你们一起去 杜智勋面无表情地看了丁钱一眼 你呢 不想去 不要勉强 丁钱当然想去 之前没接触案子也就罢了 现在他都已经置身其中 脑袋都被开瓢了 如果找不出凶手来 这一下岂不是白挨了 平江电子科技大学 一所普通的二本理工学院 规模自是比不上综合大学 不属于211工程 包括的100所大学之内 校园分为南北校区 北校区是老校区 南校区是后来扩建的 教学楼和宿舍 都比北区的好不少 今天是周三 属于学生正常上课的事情 校园里人来来往往 为了不引起过多关注 特案一组的人 都身着便装走在校园里 但是杜智勋忽视了 他们这些人里 有柳飞 蒋雨昕和郭荣隆 这三个比较惹眼的大美女 结果适得其反 引来更多学生 尤其是男生的围观 郭荣隆偷偷瞄了瞄 那些跟在周围的那帮男生 有的人故意翘首弄姿 摆出自认为校草的姿态 想引起他们注意 他不以为然地说 这帮小屁孩啥都不懂 这是那么容易追到手的吗 我看中的是气质 是内涵 钟开心说 人家看的是柳飞和蒋雨昕 他们注重的 也许是像我这样的行男呢 管 不要老脸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他们在校园里 大致转了一圈 年小光抱怨道 腿都溜细了 他这么打校园里找手机 怎么找得着啊 最半就是把手机 扔在垃圾桶里 也够我们找一阵子了 杜志勋摇里摇头 他不会把手机 随意扔在明面上 肯定是比较特殊的地方 所以信号在断断续续 始终不强 那能是哪里啊 不会是学生宿舍吧 难不成罪犯是学生 这时开放是校园 任何人都能进来 没找到手机之前 不要随便猜测 杜志勋 回头问蒋宇新手 你以前经常来这里吗 你对这里的环境 了解多吗 倒不是经常来 不过 我家在这附近 住了好多年了 对这里还算熟悉吧 那你知不知道 哪有偏僻一点的地方 北区体育场那儿 平时学生也不怎么去那儿 体育场旁边 有一大块荒地 好像要盖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现在盖没盖成 那我们去看看吧 江宇新带着警员们来到体育场 体育场占地不小 四周平坦空旷 南面是一个小光场 东面通向南升北区宿舍 北面是荒地 大概能有两个足球场大 光秃秃的 生了一些杂草 荒地中间打了两栋房子的地基 其中一栋搭起了两层楼的框架 不知道为什么都挺工了 没有继续往下建 杜志勋问蒋宇新说 你说的荒地就是这里吧 蒋宇新点点头说 跟我上次来看见的没什么变化 杜志勋回头对大家说 那就先从这里找吧 年小光又开始抱怨 这么大地方 手机随便扔在哪儿都不好找啊 杜志勋严厉目光扫过去 把他吓得没动情了 杜志勋对大家说道 大家分散开 不管是什么 只要觉得可疑的东西 就好好检查检查 特案组五个人加上钉钱六个 还有江宇新帮忙 拉开一条直线 从一角朝皇帝中心搜索 皇帝坑坑洼洼的不太好走 钟开心殷勤地走到刘飞身边 问道 刘医生 你说你还拎着一个这么深的箱子 走路多不方便呢 我帮你拎吧 不用 刘飞一口回绝 钟开心不甘心 又当上护花使者 张开两只胳膊跟在刘飞旁边 一边炸炸乎乎 一边一惊一乍的 把他绊倒随时准备搀扶他似的 严小光对钟开心说 老龙啊 你过来扶扶我吧 我累 钟开心不耐烦地说 累了 您就趴会儿 他们俩就是探组的活宝 成天没事碰一起就打屁 但是大家都是没心情笑 尤其是蒋雨昕 他此刻比谁都紧张 极渴望早点找到手机 又担心看到什么不敢接受的 他心里七上八下 一分心 脚下就踩到一个空瓶子 身子一下失去平衡 他摔倒之前一只手伸过来拉住了他 他扭头看见了丁钱 丁钱安慰他说 不要想太多 从他笃定的目光中 传递过来一阵暖意 蒋雨昕心头感动 点点头 就在这时候 突然出现了情况 柳飞走着走着 突然站住了 钟开心只顾着跟着他 没有准备 一下划了个侧卧 他揉着老腰呲牙咧嘴的 哎呀呀 不是 你说站就站 怎么不支个声啊 柳飞根本就没在意他 目光盯着一根插在地上的塑料管 这根管子是日常常见PPR管 有一圆硬币粗戏 露出地面一小节 柳飞抓住露出的那节摇晃了几下 纹丝不动 管子似乎有很深一节埋在土里 柳飞对钟开心说 你试试 能不能把他拔出来 放心吧 交给我 美女一声令下 钟开心生龙活虎 干劲冲天 他双手攥住那根管子 用力往上拔 没拔动 在美女的监督下 他不敢气馁 往手上吐了口唾沫 重新抓住管头 来回摇晃 想让土松动松动 可管子依然没有移动多少 倒把他累得脸红脖子粗 他在这折腾 早就引起其他人注意了 大家都是聚拢了过来 杜芷勋瞧了瞧 让年小光试试 钟开心还有点不情愿 可是实在是没力气了 年小光上来 像钟开心那样 拔了拔试了试 然后慢慢加力 管子终于动了 一点点的从土里被拽了出来 最后突然一下拔出泥地 年小光用力过猛 做了个顶堆 大家这才看到 这根管子其实很长 埋在地下的足有一米 露出地面的只剩下一小部分 年小光拿着那根管子 一边看一边骂 妈的 谁扯不老撑的 往地下查根管子呀 拿过来我看 杜芷勋不知发现了什么 从他手里抢过管子 仔细看着埋在土里那些端口 真正粘土的地方 其实是管子中间 到了管子末端 反而比较干净 而且上面还有斑斑坑坑的刮痕 一般人都不太会注意到这个细节 柳飞凑过来 瞅了两眼 说 这是指甲抓挠的痕迹 他说得很淡定 却让周围的人不淡定了 一截查在地里的PPR管 一段有不少抓挠的痕迹 很难让人想象 究竟是什么情况 会出现这种现象 硬管拔出之后 泥地里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小圆洞 杜志勋对钟开心和年小光说 沿着这个洞给我挖开 两个人到废弃楼基那儿 找两节钢筋出来 回来开始跑土 一直往下挖了 总有一米深 钟开心忽然大叫 下面有东西 他和年小光加紧跑土 杜志勋也找了一节 光剩下木头坝子的铁锹上来帮忙 三个人齐心协力 小圆洞被不断扩大 泥土迅速在两旁堆积起来 下面逐渐露出一个蓝色的东西 开始还看不出有多大 随着越挖越露越多 最后显出了完整的模样 一个大号的灰色拉杆箱 箱子一头有个破洞 杜志勋把PPR管往里一插 大小正合适 管子脏的部分 恰好是埋在土里的部分 柳飞说 这根管子应该是用来连通外面 与箱子里面的 保证箱子里有空气流通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他不用再往下说了 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箱子里有人 这根管子就是保证 箱子里的人不被憋死 没有人知道 这箱子被埋在土里多久了 更无法想象 箱子里面的人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不过想到管子一端 那些指甲抓脑 大家有种不好的预感 蒋雨昕紧张地 抓住丁钱的胳膊 尖尖的指甲 几乎陷进他的肉里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我妹妹 我妹妹 在里面吗 丁钱看了看杜志勋 杜志勋弯腰 把拉杆箱的拉链拉开 慢慢地掀开了箱盖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箱子里呈现出一个全躯的女人 她手脚上绑着绳子 一动不动地缩在箱子里 在她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机 小韩 蒋雨昕不顾一切扑上去 想把妹妹从箱子里拉起来 可是女人蜷缩得很紧 她没拉动 柳飞过去帮忙 她一碰女人的身体 眉头就皱了皱 把手指放在女人颈动脉上 等了一下 对蒋雨昕说 别碰她了 她已经死了 不 不可能 我妹妹还活着 她手机刚才能打通 她不可能死 你们快救救她 快救救她呀 蒋雨昕眼泪刷刷地往外流 带着祈求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人 可是没有人过来 蒋雨昕又抓住丁钱的裤腿 在哀求她 丁医生 丁医生 你帮帮我 求你帮帮我 丁钱目录怜悯 她已经死了 伸手想把她拉起来 可是蒋雨昕 已经神志有点不清了 奋力挣脱钉钱 扑在妹妹的身上 抱着她的脖子 努力把她往起拉 死者的脖子 发出咔咔的响声 已经变了形了 蒋雨昕还没意识到 几乎把死者的头 拧错了位 见蒋雨昕精神受到刺激 都已经不正常了 杜志勋叹了口气 怪自己考虑不周 就不应该把她带过来 她施以郭荣荣 把她带离现场 郭荣荣连劝带拉 蒋雨昕又犯了扭劲 就是不肯动 拉扯的过程中 女士的半截身子 愣是给拽了起来 歪扭着身子转过头来 呈现在众人眼中的是 一张骇人的死人脸 她脸色发青 双眼秃灯 最不可思议的是 上下嘴唇竟然给麻线 密密麻麻地缝合在一起 即使这个女人活着 也完全不能张嘴说话 那细密的针脚 跟蜈蚣脚一样 一针挨着一针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看了都会做噩梦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对被害人 施加如此残暴的惩罚 江雨昕抱着女士的身体 傻傻地望着 已经冰冷的女士 他们俩的姿势 都十分诡异 江雨昕看着看着 脱口说道 她不是我妹妹 她才意识到 自己捧着一个 陌生女人的头 那张已经死亡的脸 带着愤怨凝固的双眼 近在指使地盯着她 悲伤化作遍体恐惧 她慌忙松开女人 女人斜斜地靠在箱子里 那双圆凳的眼珠 依然盯着江雨昕 吓了她连连尖叫起来 郭荣荣急忙 把她拉到远处 让她平静下来 其他人都默默注视着女士 尤其是那张 被缝合的嘴巴 他们从来没见过 这样古怪的思法 虽然还不至于 吓成江雨昕那样 但也是不禁暗自心惊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丁钱 从挖出拉杆箱那一刻 她的表情就很不自然 当她看到 圈缩在箱子里的女尸的时候 脸上几乎失去了血色 她还从来没有 如此惊慌过 只是靠着强大的意志力 来保持平静 杜志勋忽然扭头 目光不偏不倚地 落在丁钱脸上 这个家伙就像有第六感似的 你怎么了 丁医生 没什么 丁钱尽量平静地回答 杜志勋的话里 似乎隐含着什么 听说丁医生之前 也参与过很多刑事案件 不至于被一具尸体惊到吧 还是经历过类似的案子 触景生情了 你想多了 杜组长 还是多把心思 放在这具尸体上吧 丁钱的脸色 已经很难看了 杜志勋不再追问 回过头 又看看尸体 对柳飞说 你检查一下他的嘴 先是在死前封伤的 还是在死后 柳飞倒是不怕女尸 他戴上乳胶手套 在死者嘴唇上摸了摸 仔细观察川县的伤口 说道 死前封和他 伤口已经出现几层结架 估计是被害人嘴巴被缝上之后 曾经用力想张开嘴 结果撕裂了 刚刚结架的伤口 心流出的血 又慢慢地结架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是为了呼救吗 可能吧 我想还有一种可能 这个女人应该在箱子里 活了几天 罪犯把她埋在地下 在几乎封闭的狭小空间里 人体排出的汗液 蒸发不出 所以箱子里肯定是 又窒息又闷热 所以犯插了一根管子 除了为他提供一些氧气之外 我想他可能还通过这个管子 给他倒些水 保证他不至于 因为过于炎热脱水死去 他为了喝水 抓着管子 努力张大嘴 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结果撕裂了嘴唇 这种痛苦 让他拼命地抓着管子 留下了这些抓痕 柳飞面无表情地分析着 即使面对如此凄惨的被害人 他也没有流露出 女人常有的脆弱 尸检的时候 他尤其像一部 冷酷无情 没有任何情感的电脑 只管机械地输出信息 钟开心不住地砸嘴 倒些凉气 快快啊 把女人绑起来 塞进箱子里 活生生埋进土里 只留下一根管子透气 连嘴都给封上了 让人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这家伙绝对是个超级变态啊 不 他不是变态那么简单 他有清晰的目的 杜智勋说着 从刘飞的勘验箱里 拿上一副乳胶手套戴上 伸手从死者的手里 拿过那个手机 随犯的真正目的是属金 所以不能马上处死人质 为了不被发现 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把人质埋进地里 很难逃脱 便于控制 又不容易被发现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此经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